绝世武魂 作者 洛成东 第5081章 大悲喜金刚王魔投影 死 任务完成 虽然极其短促 却相当致命 所有法器瞬间而至 弥漫着的魔器忽然将其笼罩 骤然收拢 竟像是化帝为牢 将他死死囚困在这一方环宇之中 端木熙脸色顿时大变 瞬间爆发出神魔血脉的全盛气息 翻手 将所有平日用作底牌的法器 全部用上 可那些属于大悲喜金刚王魔投影的法器 已经瞬间公制了 哄 远处 陈锋一行人静静看着前方大战的画面 除了陈锋 其余三人脸色皆相当震撼 凤冰云更是保持着惊骇诧异的脸 直接扭过来 看向陈锋 这是你的手笔 究竟是怎么做到的 他们三人都知道 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 之所以会对端木熙骤然出手 定然是因为陈锋方才那几乎耗尽全力的一番暗中操作 此刻的凤冰云对陈锋也早已没有了先前的傲慢与不屑 陈锋此人不容小觑 若是单纯以他释放出来的修为境界来推断他的上限 那十有八九会死在他的手里 明明是星魂五神镜第四重楼的修为境界 却有着几乎有着几乎与星魂五神镜第八重楼高手一战的实力 更是能将一个几乎超越星魂五神镜第九重楼巅峰的恐怖强者 影响到按照他的计划 指哪打哪 这太恐怖了 前方的端木熙倒飞出去 浑身骨骼断裂无数 他大口蝶血 浑身狼狈不堪 但更让他惊惧的还不是这些 方才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那毫不保留的出手 甚至差点毁了他刚刚觉醒不久的神魔血脉 这神魔血脉 是端木熙眼中最为重视的东西 即便是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 赶伤他神魔血脉 也绝不可忍 从地上快速站起来的端木熙 再次看向面前高达百丈的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时 眼中已然没有了先前的敬畏 端木熙从不是个会对人畏畏缩缩之辈 即便是大魔神眼教的什么强者 他也是打心底 并未真正敬畏 老魔王 我让你三分 你还真以为我 拿你没办法了吗 怒吼声如晴空霹雳 自高空炸裂 轰然炸裂开来 瞬间 漆黑如夜的天空 再次恢复清明 端木熙暴怒了 他翻手取出本命法器 赤红充血的双目 死死盯着前方 就在即将大战之际 远方迅速冲过来两道身影 是城主府方向 陈锋这边第一时间注意到 那两道如流星般滑落的身影 迅速靠近他们所在的地点 是南宫仙子和端木家主 钟离云天小声说道 没想到 他们竟然也赶过来了 只听一个低沉浑厚的浩大声音 游远极静 且慢 端木家主 陷于南宫仙子一步 迅速冲到了端木熙的面前 拦在了自己儿子 和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之间 不可无礼 此刻的端木家主 面容肃穆 脸色相当难看 但 他看向前方 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时 脸色的怒意 依然有所控制地收敛了起来 大悲喜金刚王魔 我们端木世家 对你不曾有异心 为何突然对我 话音未落 却见面前的大悲喜金刚王魔投影 再度出手 毫无预警的出手 好似完全没有听到他的说话一般 石榴壁上的种种法器 再次爆发出 无尽墨黑色的光芒 目标 依然是端木父子二人 端木熙急了 爹 都这个时候了 还跟他说什么 难道你想看着我们死在这吗 那个投影 显然已经疯了 天地间再度阴沉了起来 有如黑云压城一般 自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体内 释放出的滚滚魔器 几乎将整片天空的云层 全部染黑 他咆哮着 爆发出滚滚魔音 刺激着所有人的精神世界 显然一副完全失控的状态 看到此情此景 原本有心想要劝和的端木家主 终究也还是常常叹了一口气息 罢了 罢了 话音刚落 属于星魂武神镜第九重楼巅峰的恐怖力量 自他体内轰然爆发而出 竟是声声震散了头顶的墨云 端木家主在端木仙城多年 既然能成为城主 自然是有理由的 他虽然不愿轻易得罪大魔神眼教 但若真的全力交战 已经损耗居多的大悲喜 金刚王魔的投影 根本没有胜算 更何况 那边还有三人混战 远方 尘封挑眉 看了看 旁边已经目瞪口袋的三位 如何 我说的没错吧 在我将端木戏脱下水的时候 其实 这个任务 我们已经完成了 反正天道主宰当初的强制任务 并没有明确指出 一定要亲自动手 灭杀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 只是说 配合击杀 那让人来杀 也不是不行 就在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 轰然崩溃的瞬间 一道流光 进入尘封手中 所有人都没有注意到 这道隐秘的流光 瞬间汇聚成某个特殊的物件 尘封当即意识到 这个特殊的物件 应该就是所谓的信物 他来不及细看 当即收起 压低了声音 看向旁边三人 信物到手 赶紧回大魔灵寺 听到尘封的这句话 钟离云天三人脸上 皆是下意识浮现出欣喜之色 时间紧迫 为了防止节外生枝 尘封甚至不惜 取出一道空间卷轴 你怎么也有这个 凤冰云看到释放着空间气息的卷轴 脸色微微一变 尘封没有回答他 四人迅速来到了大魔灵寺 此刻的大魔灵寺 空空荡荡 没有丝毫活人的气息 四人迅速潜入 瞬间 他们的脑海中 响起了熟悉的浩大声音 任务完成 成了 直到现在 尘封四人才 终于常常松了口气 这个看似 根本不可能 完成的强制任务 居然真的被他们 以一番摧枯拉朽之势 生猛地完成了 我们居然真的完成了 这个任务 凤冰云争大美目 不断呼气 脸颊上 更是浮现起 陀红 这也太不可思议了 我不是在做梦吧 但 紧接着想起的 天道主宰的声音 让他真正感受到了真实 本章完 第5082章 丰厚无比的任务奖励 任务完成 奖励发放 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 尘封心中 也不可自控地激动起来 他们完成了 这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绝对应该是 奖励极为丰盛 很快 陈锋便收到了天道主宰 直接发放给他的奖励 哄 这是 陈锋脸色微变 他看向自己的金色轮回玉牌 轮回玉牌中 突然多出现了两样物件 第一样 竟是《悲喜金刚王金》第一卷的临摹本 关于《悲喜金刚王金》 陈锋不是第一次听到 凤冰云这次会突然来到这里 目的正是这《悲喜金刚王金》 想到这 陈锋暂时忍住自身的激动 看向身边的凤冰云 只见凤冰云的脸上 此刻更是欣喜若狂 陈锋心中一动 想到了什么 张口便问 你收到的奖励 可是《悲喜金刚王金》第一卷的临摹本 凤冰云抬头 下意识点头 莫非你也是 陈锋点了点头 得到陈锋肯定的回答之后 凤冰云并未有异常 反而更加激动了 那你可知 这《悲喜金刚王金》的强大之处 即便是只有第一卷的临摹本 也算是不枉我花了极大的代价 特地前往这玄武中千世界了 听到这 陈锋心中更是凛然 凤冰云无意间的话语 透露了很多消息 看来 这《悲喜金刚王金》定是相当强大的心法 不知道比起太上神魔画龙爵 哪个更强 陈锋心中暗暗想到 紧接着 他再度看向剩下的一个物件 这次 他的脸色更是变得严肃 夺出的另一个奖励 竟是一节通体墨黑的魔纸 连截面露出来的止骨 都是漆黑的 这是《大悲喜金刚王魔》的魔纸 根据天道主宰的奖励介绍 拥有此物 便可召唤《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 比起先前彭石老魔 那大肆以魔仆血肉作为祭品的召唤手段 这跟魔纸的召唤更加方便 而且 更为强大 陈锋翻手 手中握住这节魔纸 心中激荡万分 他的眼底 迅速闪过一抹暗光 关于这节魔纸的效用 此刻已经有了想法 这便是此次隐藏任务的奖励 看似不多 但每一样都极其罕见 珍贵 就连陈锋都花了不少时间 才平复了自己的心情 抬头 看向其余三人 凤冰云自是不用说 钟离云天和天蚕兽奴 才是他更加关心的 嗡 忽然 天蚕兽奴的身上 爆发出一股强大的气息 这股气息 十分特殊 不光吸引了陈锋的注意 其余两位同样 看了过来 只见天蚕兽奴 被撕碎的手臂 在那股强大的气息裹挟之下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迅速恢复 不仅如此 他的修为境界 更是在迅速提升 哄 突然 天蚕兽奴 睁开双目 他的双眸之中 竟是爆射出两道 啄目的光芒 远远朝空荡荡的 大魔灵四射去 竟是消融了不少魔气 过了许久 天蚕兽奴 终于收敛了气息 随后 脸上流露出了激动的笑意 大哥 我突破了 天蚕兽奴 朝着陈锋大步走来 精神焕发 昂首挺胸 陈锋微笑看着他 其实 这次进入 这次进入试炼任务之后 他一直有留意到 天蚕兽奴的情绪 比起陈锋 天蚕兽奴的修为进步 还是慢了些 尤其是在最近的几次任务中 天蚕兽奴受伤之后 更是情绪有些焦躁 陈锋也不是第一天认识他了 自然明白 他的这个情绪由来 他在自责 觉得自己太没用了 没能帮上忙 哪怕陈锋几人 并未有如此态度 天蚕兽奴跟着他们几人 免不了会这么焦躁 不过 现在好了 想来是天道主宰给了什么好处 不仅助他恢复了实力 更是一举突破到了 星魂五神镜第六重楼 以天蚕兽奴的实力 突破到第六重楼 那么 即便是对上第七重楼的强者 也有一战之力 陈锋走过去 牢牢拍了拍他的肩头 一切尽在不言中 接着 他又看向钟离云天 正好对上了钟离云天 看过来的眼神 如何 只见钟离云天笑了笑 收获不错 那就好 就在此时 凤冰云也已经将方才的心血消化 重新恢复了平日的仪态 不过 少了些许高 他走到陈锋面前 站定 直勾勾看着陈锋 这次 算我欠你一个人情 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 我可以帮你出手 凤冰云速来恩怨分明 也算是为人的闪光点 陈锋看着他 书得勾起唇角 正好 现在有一个还人情的机会 你要不要试一下 这话接得太快 以至于凤冰云一时间愕然 继而 等他反应过来 顿时忍俊不惊 经过大魔灵四这遭经历 凤冰云能够清楚意识到 这个陈锋 绝对是个妙人 他不仅有实力 同时质迹无双 而且还这般有趣 这样的妙人 值得凤冰云高看一眼 陈锋微笑着开口 我需要你 凤冰云听着陈锋的话 眼神逐渐变得诧异和严肃 时间过去得很快 转眼间 由成竹府主办的切磋大会 明日就要开始了 最后这几日里 关于神秘强者 袭杀各大家族 势力的情况 依然时有发生 固然成竹府 已经派出不少强者 前往各地用以监控 可 那些鬼秘的强者 就像是不怕死一样 依然在各个地方 到处流窜着 就像是跳蚤般 不断彰显着自己的存在感 不过 眼下 整座端木仙城 相比于先前那些混乱 总算称得上是 稍微平静了些 至少表面上 不再有那么多 肆无忌惮的袭杀 至于暗地里的波涛汹涌 那是不必多说 毕竟 有的人抢夺邀请函 是为了加入明日的切磋大会 但 有的人抢夺邀请函 那可是为了能够活下来 甚至于 有些人或许已经得到了邀请函 正在暗地里不断找办法 解除邀请函上的特殊封印 然而 就在这切磋大会临开始的前一日 一个劲爆的消息 凭空出现 不知从何处传出 说是城主府临时决定 再放出十张空白邀请函 本章完 第5083章 以此为耳 愿者上钩 不仅如此 这次的十张空白邀请函 没有特殊封印 此消息一出 整个端木仙城仿佛忽然沸腾了 没有特殊封印的十张空白邀请函 这也就意味着 只要能抢到这十张空白邀请函中的任意一张 不认是谁 都有资格进入城主府 参加明日的切磋大会 这更意味着 最后一日 城主府也不打算让整个端木仙城平静下来 因为 很快有人证实了这一点 端木世家 确实又临时发放出了十张空白邀请函 而且 这十张已经发放出去了 这个消息一出 整个端木仙城顿时掀起哗然大波 钟离云天等人 听到些许风声 便隐匿气息 暗中走在这大街之上 想要听取一些消息 不过 关于这个十张邀请函的消息 根本用不着费什么心思去打听 只要随便走在大街上 到处都能听到来往的修炼者们 三五成群 议论纷纷 迈入仙城客栈 入耳的 也是关于城主府这个临时决定的激烈的讨论 不少坐在店内吃饭的修炼者 焦头接耳 声音没一点遮着眼着 也不知道端木世家 这次是怎么想的 临时放出十张 还是没有封印禁止的 也就是说 谁抢到归谁呗 我总感觉 端木世家这次临时做出此等决定 或许其实是为了某个特殊的计划 什么计划需要这么做 看着好了 今日的端木仙城 为了这十张邀请函 注定陷入腥风血雨之中 众人讨论的正激烈的时候 忽然 旁边有人突然加入话题之中 哪还需要看着 直接看就好了 话音未落 哄 只听得远处传来一声高呼 这儿有人手里 有一张邀请函 这声高呼 也算不上响亮 却一反常态 竟有冲破云霄之态 瞬间 方圆数十里的所有修炼者 几乎全都爆发出了 各自全胜的实力 包括所有坐着 站着 聊着的所有修炼者 齐齐看向声音的来源处 繁华的大街中央 隐约可见一抹身影 迅速掠过 玄机 整片大地都在震荡 哪里跑 怒吼声 沙伐呐喊声 脚步声 各种声音 几乎掀翻了整片天 仙城客栈后院厢房中 钟离云天 他们将这个消息带回来的时候 尘封正在养伤 我觉得 端木世家 就是针对我们这些苍穹之巅来的 故意在这个时候 再放出十张邀请函 或许是看出来了 我们这些苍穹之巅来的 目标都在他们下发的邀请函上 天残兽奴说着这些 不断扎舌 他抬头看向陈锋 眼中 还留有些许震撼 大哥 你是没看到 刚才 外面的人都杀疯了 听到天残兽奴的话 陈锋停下养伤 他睁开了双眸 面容戴上常见的微笑 这个消息一出来 就可以遇见眼下的这般厮杀光景 毕竟 对于很多人而言 这十张空白邀请函 就是最后十个活命的机会 很多时候人为了活下去 做出什么事都不奇怪 陈锋心中轻轻叹了口气 他本想安静地等到切磋大会开始 再有所行动 奈何树域静而风不止 想到这 他定了定心神 起身 朝外走去 我们走 钟离云天看向陈锋 看到他脸上熟悉的微笑 心中突然涌起一股不妙的预感 这个时候出去 去哪儿 你的伤还没好吧 只见陈锋露出了一口白牙 自然是去抢几张空白邀请函来玩玩 虽然 在看到陈锋的笑容时 钟离云天的心中已经有所预感 可真正听他说出来的时候 钟离云天还是感觉有些荒谬 这又是为何 我们不是已经有四张空白邀请函了吗 多抢几张 难道还有什么特殊奖励不成 钟离云天尽量把陈锋的这个行为 往河里话去想 但陈锋却白白手 抢来的那几张空白邀请函 到时候还要再送出去 听到这 天蚕兽奴和旁边的凤冰云也不懂了 大哥 这又是为何 现在出去抢 那难度注定比先前还要高 我们抢了也就罢了 若是抢到了还要再送出去 意义何在 陈锋想了想 看他们四人实在费解的样子 笑了笑 他想了想 斟酌了一下用词 端木世家选择在现在这个时候 临时起义 发出这十张空白邀请函 目标人物很明确 定是他以为的那帮神秘势力的强者 这是以此为耳 引人上钩 也就是我们这些来自苍穹之巅的 而这一点 我跟端木世家现在立场是一致的 说着 他直接离开了仙城客栈 都说一回声 二回熟 先前 陈锋利用天地反复轮回天宫的特殊能力 很快找到了端木家主的心腹 端木四星 正是因此 他才能继而从端木四星的神识中 了解许多信息 从而完成了后续的大多数计划 这是陈锋的优势 他和天蚕兽奴 钟离云天 凤冰云四人 离开仙城客栈后 再次靠近城主府 今日的城主府 比起往日 在外巡逻的守卫人数 竟是直接翻了两倍 而且 每支巡逻的守卫队伍中 都有一个星魂武神镜第七重楼的高手作证 即便是陈锋他们 看到如此阵仗 也不得不感慨 不愧是城主府 好大的收贬 虽说这端木仙城 地大五博 涵盖的土地极广 可要将那么多高手收纳为己用 那也需要极大的底蕴才行 陈锋四人 靠近城主府的同时 还发现了一个有趣的情况 此时此刻 不仅是他们四人潜伏在城主府周围 离他们或远或近的地方 都有不少苍穹之巅的仙徒们潜伏着 看来 除雀跟风去抢夺那些已知的空白邀请函 依然还有不少仙徒们存着跟陈锋一样的打算 此刻的陈锋伤势好了七七八八 附近有多少人潜伏着 他都一清二楚 凤冰云也察觉到了部分气息 看向陈锋 本章完 第5084章 九幽邦 不过 陈锋却像是知道 他想说什么似的 压低声音开口 不用管他们 只要城主府里有人出来 他们绝不会有人抢得过我 正说话间 忽然 城主府的大门 轻微动弹了一下 有人要出来 刹那间 所有潜伏着的修炼者 集中了注意力 随时准备抢人 陈锋的天地反复轮回空间中 最右边那只墨黑色的巨大眼睛 早已被无数黑色光线包裹 一颗魔星 早已叙事待命 知嘎 随着偌大的珠门被打开的瞬间 一个穿着端木世家 特有家袍之人 自门内走出 那人气息陌生 不是端木熙 更不是端木家主 实例 星魂武神境第七 重楼巅峰 完全可以 嗡 陈锋一马当先 直接朝着那人 将早已准备好的魔星 送入那人的精神世界之中 尽管他与那身披端木家袍之人 中间隔了数只巡逻队伍 但 以尘封现有的精神力 足以越过那些第七重楼的高手 直接下手 走出珠门的那人 顿时身形一顿 眸中极快闪过一抹抹黑色 刷 随着那人的停顿 外面巡逻的守卫队们 几乎同时转换到备战状态 他们齐齐背对着珠门 面向地面八方 警惕着各个角落 可能冲出来的神秘强者 只不过 他们怎么都不会想到 尽管如此严密的防备 还是有一人得逞了 陈锋眼底闪过一丝笑意 走 说着 他自己先行一步 悄无声息地 迅速离开了城主府 天蚕兽奴四人跟在后面 心中一惊一炸 走出很远之后 他们才看向陈锋 成了? 陈锋不语 但却汉手给出了答案 不出意外的话 那人应该是端木家主 故意派出来的 对于这一点 大家都没有什么意外 那他知道那十张 空白邀请函的下落吗 听到凤冰云的这个提问 陈锋笑着看了看他 你说呢 对上陈锋这个 带着笑意的眼神 凤冰云先是一愣 很快反应过来 自己这是问了一句废话 若是不知道那十张空白邀请函的下落 又怎么可能现在就撤呢? 端木家主心思深重 此人便是他放出来的耳 若此时跟踪他 将其制服 十有八九 会被追踪在后的人 反过来袭杀 这样正好 可以帮我们 引开追踪的人 陈锋一边急速从一座浮空山 迅速冲到另一座浮空山上 一边陆陆续续解释着 那我们现在 这是要去哪? 去抢邀请函吗? 嗯 陈锋将从门口那人脑中 窥测得来的信息 告于两人 这次的十张空白邀请函 主要分发给了几个 不怎么起眼的家族 我猜 到时候那些越是不起眼的家族周围 越是有端木斧的高手 等军入瓮 身侧两人顺着他的思路 很快猜到 所以我们现在要去的 应该是这些家族中 相对而言最强的一个 陈锋摇了摇头 去第二强的那个 向家 为何? 因为最强的那个家族 现在已经有两张邀请函流落在外 而向家 平日里便极为隐蔽 到目前为止 依然保留着三张空白邀请函 陈锋四人一路隐秘身行前进 很快 他们就到了向家 不得不说 这向家确实极为隐蔽 平日里 甚至不曾听闻他们的有关传闻 陈锋之所以知道向家的方位 也是多亏了早已死去的端木四星 当时 陈锋不仅以摩星控制了他 更是将端木四星的全部过往都扫了一遍 没想到 那时想要借此了解端木家主 端木西为人的这一举动 居然能在现在帮到他 作为经常跑腿的成竹府管家 自然是知道向家所在 向家跟普通的世家不同 没有显眼的府院 更没有如成竹府那般严密的守卫 陈锋带着天残寿奴和钟离云天 来到这座浮空山时 他们甚至没有意识到 脚下的这片土地 已经是向家的所在了 放眼望去 都是再普通不过的街坊 两边更是有叫卖声 不绝于耳 明日将要举办的切磋大会 对于眼前众人而言 好像没有任何关联 就这 天残寿奴 茫然四骨 陈锋点头 这里所有人 全都是向家的人 听到陈锋这话 三味不由地露出惊讶之色 向家跟其他家族不同 素来避世不出 但一旦出去的向家子弟 多少都有些本事 说着 陈锋视线对准了一个方向 我去去就来 你们等我片刻 虽然向家也算不俗 但毕竟规模远远不如四大家族 更无法与成竹府相提并论 陈锋几乎没有花费多少精力 就从隐藏极深的向家府宅之中 抢得那三张空白邀请函 接下来 我们去哪 钟离云天 虽然跟着陈锋离开 继续往一个方向赶去 但心中仍是不减 据他所知 这个方向并无任何家族 九幽邦 陈锋张口吐出三个字 听到这个名字 四人皆是一乐 热大的端木仙城 人口众多 地大物博 自然什么都有 表面上端木仙家作为城主府 掌管着整个端木仙城 可有一个地方 即便是他们 也无法管辖 那便是端木仙城的诸多地下帮派 而诸多地下帮派之中 最强 最大的顶级帮派 便是九幽邦 据说 九幽邦最初就是靠帮主制服的一条九幽大蛇 作为正派妖兽 推散了无数敌手 直到奠定了九幽邦的地下霸主地位后 那条九幽大蛇才悄然离去 但 那个时候 九幽邦早已吞并了无数大小地下帮派 即便没有了九幽大蛇 也足以 奥利于端木仙城的地下帮派之手 跟地面上的那些帮派不同 地下帮派 没有那么多明面上的条条框框 在这里 所有人只有一条规矩 那便是强者为尊 实力至上 死了便是实力不济 活着 你可以为所欲为 没过多久 陈锋四人就来到了城主府不远的一座大型浮空山下 本章完 第5085章 鸭府九幽邦 九幽邦作为地下帮派之手 手笔甚大 他的总部不在浮空山上 而在浮空山里面 陈锋四人自下而上 很快进入浮空山中 暗无天日的浮空山内部 周围镶嵌着大大小小的夜光石 夜明珠 更有无数烛火 将这片漆黑的空间照得亮如白昼 经过一段狭长的涌道之后 眼前豁然开朗 如此大型的浮空山内部 几乎被掏空 不过 每隔一段距离便有石柱 石锋顶天立地 从而使得这片广袤的空间得以稳稳当当 放眼望去 前方不远处有一处断裂的石柱 石柱何其高耸 像是经历了一场大战 被一刀削断 而那断裂的石柱上 背对着他们 侧握着一个人 以此人为中心 周围分布着不少强者 陈锋四人一进入其中 立即引起了所有九幽邦内强者的注意 不少强者浑身肌肉囚结 衣着各有不同 甚至连头发都不像寻常人那般朝后竖起 不管是在闲聊的 还是喝酒吃肉的 亦或是其他 齐齐停下手中事物 无数道目光齐聚在四人之上 这是一种无形的震慑 是对外来者的警惕 这么久以来 很久没有外来 自不请自来了 无数气息冲天气 朝陈锋四人铺天盖地而来 满满都是敌意 面对这一切 陈锋一行人 却显得相当镇定 自他们进入之后 入口瞬间就被九幽邦内的几位强者堵上了 意图很明显 断了他们的出路 陈锋一路直行 来到了整个巨大空穴的正中央 此时此刻 他们的周围 已经围满了九幽邦的强者 上百位强者 皆在星魂五神镜第五六重楼 甚至有十余位第七重楼的强者 如此班底 确实有点底气 突然 陈锋抬起头来 看向至始至终 都侧卧在截断石柱上的那人 你就是九幽邦的帮主 陈锋的声音平静 没有一丝波澜 好似平日闲谈一般 没有任何尊敬 敬畏之意 声音不响 却清晰地传到了九幽邦的所有人耳中 随着话音落定 周围所有强者皆上前一步 冲着陈锋四人呲牙咧嘴 怒目直视 就像他犯了什么大不韦似的 不过 对于那些人低级的恐吓威胁 陈锋丝毫不放在心上 他看向侧卧之人 继续说道 我想请你们帮点忙 听到此话 侧卧在石柱上的批发男子 终于动了 他缓缓坐了起来 转身俯视陈锋四人 你们 胆量不错 只可惜 脑子不行 批发男子 正是九幽邦的帮主 此人颧骨极高 双目一只 竟是如蛇般的树谋 远远对上他的视线 仿若是被一条九幽大蛇盯上一般 颇有威压感 不过 陈锋好似没有听到那些话 依然覆手而立 我时间有限 需要你们立刻帮我把事办完 听到这话 不光断裂石柱上的批发蛇脸难笑了 整个地下空间的九幽邦邦众 全部嚣张地大笑了起来 就像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 你以为你是谁 敢这么对我们 九幽邦说话 说话之人 离陈锋很近 此人皮肤有黑 光头无发 浑身肌肉囚结 双手各吃一把 由特殊材制成的巨型板斧 那两把半人大的板斧 在他手中 像是没有分量似的 被挥舞的杏手拈来 陈锋侧目看过去 新魂五神镜 第七重楼中期 算是这里比较顶级的强者了 不过 收敛起息站在一侧的凤冰云 无语地扯了扯嘴角 披发舍脸男同样冷笑着 你以为我们九幽邦 是什么与人为善的地方吗 可怜啊可怜 死到临头了 还不知道做了什么 周围众人大笑着 脸上眼中满是细血 小子 下辈子记得 不要随便踏进我们九幽邦的地盘 这小子 不会是连我们这是 什么地方都不知道吧 面对漫天的讥笑 嘲讽 陈锋面色依然平静 我不想浪费太多时间 你们不就是地下第一帮拍吗 找的就是你们 他看向随意坐在断裂石柱上的披发舍脸男 你最好赶紧下来 话音未落 那个手持双斧的光头黑脸男 笑容顿散 目露凶光 直接朝着陈锋 甩出两把巨型板斧 谁允许你对我们帮主这么大呼小叫 找死 巨型板斧急速掠过 在火光中划过一道赤色滑光 碰 一声巨响 中断了所有人嚣张的笑声 陈锋威然不动 覆手而立 而那两把巨型板斧 却被站在陈锋旁边的天蚕兽奴 一拳一个 鸡得粉碎 什么叫嚣张 这才叫嚣张 天蚕兽奴两拳齐出 脸色没有丝毫变化 这下 石柱上的九幽帮帮主 眼中愈发音质 这就是你 踏进九幽帮的底气 批发蛇脸男 扫射了周围一圈 让他们见识一下 咱们九幽帮的底气 是 山学之内 所有九幽帮的帮众同时应答 竟喊出了惊天动地的气魄 下一刻 周围滔天的气息冲天起 众人眼中 泛着残忍视血的冷意 齐齐朝着陈锋四人冲去 看到这些 陈锋不禁嘖嘖摇头 他仍然站在原地 对上批发蛇脸男的视线 我不想杀了他们 毕竟 还得让他们帮我个忙 话音未落 他的身后忽然亮起一抹紫白色的光芒 一头紫白色的巨大尸头骤然出现 张开了血盆大口 佛陀怒目施后攻 哼 滚滚阴浪 震撤整个山学之中 完全富过那些帮众的声势 以尘锋为中心 阴浪冲出 直接掀翻了周围冲过来的帮众 不少修为弱些的 更是倒飞出去 砸在山壁上 张嘴吐出大口鲜血 但 这还只是鱼波而已 陈锋真正的目标 不是他们 而是前面的 那根无用石柱 他不喜欢别人高高在上地俯视他 披发蛇脸男脸色顿时变得极为难看 他坐着的那根截断石柱 在这无上阴浪中 不断有碎石剥落 很快就变得摇摇欲坠 紧接着 更是爆发出一声巨响 本章完 第5086章三章空白邀请函 公开拍卖 轰隆 整根石柱 竟轰然崩碎 披发蛇脸男瞬间站起 单脚点地 迅速一跃而下 无上阴浪随着他落地的刹那 骤然消失 就像不曾想起过那般 此时此刻 偌大的山穴内 鸦雀无声 原有的嚣张笑声 笔疑讽 统统消失 有的 只剩下一双双恐惧的眸 和一个个倒在地上 还为精神冲击中恢复过来的人 陈锋依然副手而立 微笑着平视前方 对上九幽帮帮主的视线 我只想请你们帮点忙 这一次 一字一句 铿锵有力地垂在了九幽帮所有人心中 九幽帮帮主眼中 悠悠不甘 他称霸端木仙城地下帮拍那么多年 如今要他趋于一个无名小辈之下 颜面和存 要我久悠帮助你 也要看你有没有足够的本事 话音未落 他披散的乱发无风自动 双眸骤然凝聚成两只碧绿的树眸 从中蹦射出两道刺目的光芒 星魂武神镜 第七重楼巅峰 对方急速向前 朝陈锋冲来 终于 陈锋动了 两道刺目的光芒 穿透陈锋残影遗留的地方 直接刺中身后倒地受伤的一个帮众 连惨叫声都来不及发出 那人的肉身瞬间崩碎 炸成了一片血污 人呢 披发蛇脸男 心中一领 下一瞬 一个低沉的声音 就像是听得到他的心声一般 自他身后响起 我在这 哄 山学阵战 陈锋缓缓落地 重新覆手而立 不染一丝灰尘 帮主 整个九幽帮都惊呆了 他们顺着阵战的中心看去 正是他们的帮主 竟然一拳就被击溃了 毫无招架之力 此时此刻 所有人的心中 不由地生腾起一股 对于死亡的距异 他们在地下世界 称霸的时间太久了 没有谁比他们更清楚 胜者为王 弱者只配去死 可眼下 轮到他们去死了 陈锋冷冷扫尸众人 我对杀你们 没有任何兴趣 我只要你们帮我一个忙 山学石壁边上 披发蛇脸男胸骨碎裂了树根 树某也黯然失色 整个人都灰头土脸地爬了起来 现在 他看向陈锋的眼中 只剩下了敬畏 什么忙 您尽管说 一个时辰后 端木仙城各个角落 突然大量出现一张小小符路 上面 印有一句话和一个地点 我知道 你们想要什么 要想活命 带上你所有的筹码 来这里 买一条命 其上 烙印着一道气息 顺着这道气息 便能来到某处隐蔽所在 这则消息传播得极快 陈锋四人来到他们藏身之处时 那个选定的地点 早已有十多人等着了 他们的藏身之地 当然不在那里 终离云天惊叹 陈锋 你太厉害了 居然想到 用这三张空白邀请函来发财 陈锋露出招牌微笑 我这可是在帮他们 他们选定的地点 是一处极为隐秘的小型拍卖场 这里 乃是九幽邦的一个秘密所在 现在 被陈锋直接征用了 这是地下帮派主管的拍卖场 在传播出去消息后 不断有人来到此处 甚至有不少帮派的人也来了 没过多久 这里便聚集了数十位强者 此时 距离第二日到来 切磋大会开启 还剩下三个时辰 对于那些来自苍穹之巅的人而言 距离试炼任务截止 只有这最后的三个时辰了 他们的命 还剩下三个时辰 众人 齐聚这个小型拍卖场 等了好一会儿 都没有人出现 现场一片骚乱 让我们过来 可人哪 快出来 就在来这源源不断 几乎掀翻这个拍卖场的时候 一道身影悄然出现 现场所有人都是冲着空白邀请函来的 此刻突然出现一个人 瞬间就成了目光聚集的中心 你就是发布消息的人 有人张口便问 语气相当急躁 来人一身墨黑长袍 扫尸了一圈拍卖场 各位稍安勿躁 今日拍卖会 由我来主持 来到这拍卖场的人 多数都是来自苍穹之巅的先徒 对于他们而言 再不拿到空白邀请函 等待他们的 便是死亡 而现在 出现了一个不缓不慢 主持大局之人 不少人心中早已急躁不堪 本次拍卖会 共有三张空白邀请函 这三张空白邀请函上 没有特殊禁止 此话一出 所有人的呼吸都粗重了起来 果然 墨黑长袍之人 正准备继续说下去 就在这时 一便突生 人群中突然暴射出一抹人影 瞬间冲到了墨黑长袍之人面前 一把掐住了他的脖子 抬了起来 就是你搞的鬼 交出邀请函 或者死 动手之人 正是一个苍穹之巅的试炼仙徒 古情语 这么多天下来 古情语不断尝试闯入一些 收到了空白邀请函的家族 可无意成功 眼看时间不多了 他不想死 古情语心中十分明白 在场众人比他强的有不少 真要按照拍卖流程 他没有任何胜算 想到这 古情语面目猙獰 死死掐着主持者的脖梗 墨黑长袍在挣扎中松开 坠落 露出的却不是陈锋四人中任何一人的脸 远处的密室之中 陈锋透过摩星冷冷看着拍卖场的意外 早就料到了眼下这种情况 他们当然不会亲自露面 现在出现在拍卖场的 不过是从九幽邦里随便找的人罢了 透过摩星古情语争宁 疯狂逼问的模样一览无遗 可九幽邦的人本来就什么都不知道 无论他怎么逼问都不可能问出丝毫关于空白邀请函的下落 陈锋翻手取出了那三张邀请函 让我们看看为了这三张空白邀请函 他们愿意付出多少代价 就在这时 摩星突然失效了 陈锋手中一顿 旁边奉兵云随口问 怎么了 没什么 第一个人被他们弄死了 古情语掐死主持者的瞬间 他就后悔了 唯一的线索也断了 这该怎么办 一时间整个拍卖场内所有人都陷入了惶恐之中 本张完 第5087张 你 失去了资格 但 谁也没有离开 就在这时 又一个墨色长袍之人缓缓走上拍卖会前的高台 他的出现当即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黑袍之人表情木然 冷悠悠开口 杀了他也没用 反倒是你 失去了参与拍卖的机会 你 没希望 拿到空白邀请函了 此人声音呆滞 没有什么起伏 突然抬头 看向拍卖场中剩下诸位 继续开口 你们若是不把他围杀 今日 谁也别想拿到秦田 此话一出 所有聚集在拍卖场内的众人全都沸腾了 所有人的视线都投向古情语 带着怜悯 冷漠 嘲讽 什么眼神都有 而听到这话的古情语 脑中嗡的一声 什么也不知道了 那呆滞的 没有丝毫起伏的话语 就像是一种对他的死亡审判 不 我不能死 古情语双目冲血 脑中一片混沌 他一把掐住了新来的黑袍之人 再度高高举起 身后 众人没有一人对他动手 大家都是来自苍穹之巅的 此时动手 没有任何意义 反正他也已经失去了拍卖的资格 用不着动手 他也活不下去 拍卖场内再度恢复寂静 只剩下古情语一人崩溃大吼着 可 这次的黑袍之人 比先前那位更加木然 不管古情语如何怒喊 咆哮 他都没有丝毫反应 咔嚓 古情语再一次掐断了黑袍者的脖梗 他双目冲血 喘着粗气 浑身都在冒着热气 身后 有人冲他喊道 别杀了 蠢货 没看出来吗 那人是被控制的 不过是个傀儡罢了 就算你杀十个 百个 都没用 听到这话的古情语 心中不禁泛起一抹苦涩 他又何尝不知道这些 可他真的不想死啊 拍卖场内 再度恢复寂静 所有人都像是没听到第二个黑袍者的话一般 没有一人对古情语出手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 第三个黑袍者始终没有出现 众人的情绪也愈发焦躁起来 甚至 有不少人的视线 已经在古情语的身上不住地试探 他们已经想起来了先前第二位黑袍者的话 莫非 是要等我们杀了古情语之后才能开始拍卖 类似的话 不断地在几十人中流传 就连古情语自己都不止一次察觉到了针对他的杀气 他转身 看向众人 心中愈发惶恐起来 终于 第三个黑袍者出现了 看到他的出现 包括古情语在内的所有人心中 不禁都松了口气 但 这次出现的人 跟前面两人又不一样 他表情诡异 面带微笑 整个人显得忧森恐怖 这次 古情语没有直接冲上去 而是在一旁 没有任何动作 这第三个黑袍者来到高台之上 看向台下诸位 没有如众人的期待 他只说了一句话 各位 你们的时间 只剩下两个时辰了 说完 就站在原地 没有任何动作了 很显然 此人也是被控制的 他的出现 只是一种警示 本来大家等得无比胶着 却还是能耐着性子等下去 可突然有人提醒时间 原本被按捺下去的迫切与胶着 再度在心中跃起 距离失恋任务截止 只剩下两个时辰了 再不开始拍卖 怕是要来不及了 拍卖场内 瞬间又骚动起来 忽然 就在这时 人群之中突然爆射出一道极为强烈的精神袭击 目标直指高台上的第三位黑袍者 他娘的 我就不信 那个归缩在暗地里的东西 究竟有多大的本事 一道狠力低吼 自人群中响起 众人顿时回头看去 竟是一位满头白发的年轻男子 是苍绍天 有人惊呼起来 星魂武神进第八重楼强者 精神力极强 没想到他也在这里 他应该是苍穹仙徒了吧 一时间 众人意润纷纷 看来 这位出手之人 也是赫赫有名之辈 苍绍天的突然出手 不但没有人鄙夷 反而全部充满了欣赏 来到这里的 都是足够强大的 尤其是那些苍穹仙徒 每个都何其强悍 即便是在苍穹之巅 那也是受人敬仰的强者 骄傲如他们 何曾如此受制于人过 今日这局 大家心里其实都清楚 定是有同样来自苍穹之巅的人 故意将他们引来此处 来到这里之后 隐匿在背后之人 更是连面都不敢出 只能利用这些傀儡出面 这种受人控制 被人拿捏的感觉 何其憋屈 能够进入苍穹之巅的 本就无疑弱者 一个比一个凶狠 一个比一个骄傲 眼下 就算没有苍绍天出手 也定会有其他人出手 不就是精神力控制吗? 这里擅长精神力的 又何止一人? 苍绍天出手 用自身强大的精神力 瞬间包裹住前方高台上的黑袍者 而后 刺入其中 想要借此找到控制者的源头 只要精神力弱于他的 一时不察 定会被他反向察觉操控者的所在之处 众人的视线 再度齐聚前方第三位黑袍者身上 甚至有不少人站了起来 身子前倾 脸上竟是迫不及待 碰 一声闷响 猝不及防 苍绍天当即脸色一白 脚步一个亮呛 差点没站稳 整个小型地下 拍卖场内 顿时一片死寂 所有人脸上都是不可置信 苍绍天 可是星魂武神镜第八重楼的强者 他又是以精神力极强文明的 如此强者 突然袭击 换来的 却是一个炸裂的脑袋 是的 第三个黑袍者在众目睽睽之下 当场脑袋炸裂 血溅当场 这样的结果 只意味着一件事 那便是 操控这些黑袍者的强者 精神力至少也跟苍绍天的精神力不相上下 甚至更强 及远处的密室中 尘封张口吐出暗红的血 大哥 怎么了 天蚕兽奴 当即变了脸色 上前扶住他 旁边的钟离云天和凤冰云 看向尘封的表情 也下意识带着些许担忧 虽然不知道 尘封这么拼命的目的是什么 本章完 第5088章 不得不低头 但 这些日子的相处下来 他们都很清楚 尘封所做的每个计划 都有某种目的 他绝不会无缘无故 真的只是抢几张空白邀请函玩玩 尘封在天蚕兽奴的搀扶下 擦去嘴角的鲜血 笑了笑 并无大碍 还并无大碍呢 你本来伤都没完全恢复 到底怎么了 那边出什么事了吗 尘封点点头 冷冷一笑 苍穹之巅出来的 毕竟都是桀骜不驯之辈 自然不会任人鱼肉 不过 放心 不是什么大事 他们翻不了天 他看向凤冰云和钟离云天 你们认识苍绍天吗 听到这个名字 钟离云天没什么反应 但凤冰云却脸色微变 我知道他 星魂五神镜第八重楼 精神力不错 三人都反应过来了 他也在那里 刚才是他想通过那个傀儡 找出你的藏身之处 尘封点头 不过还好 他没有得逞 我没猜错的话 现在的他 应该也吃了不少亏 听到这话 凤冰云不禁对尘封另眼相看 你的精神力 竟然能跟星魂五神镜第八重楼的强者 不相上下 你到底是什么妖孽 尘封笑了笑 没有作答 他目光悠远 继续看向密室中的另外一个人 该你了 旁边 钟离云天看到他又仰起了嘴角 露出熟悉的微笑 不由的心中暗暗扎舌 他又开始了 只见那个静静立于密室之中的身影 缓缓离开密室 第四个黑袍者 又过了一段时间 当第四个黑袍者出现在地下拍卖场内的时候 全场终于寂静了 所有人心中都清楚 这第四个黑袍者的出现 意味着一件事 隐匿在暗中的那个操控者 精神力比苍绍天更强 至少在星魂五神镜第八重楼之上 纵使他们都是一群天之骄子 如何桀骜不羁高傲强大 实力面前 不得不低头 没有人敢再对黑袍者出手 他们静静看着黑袍者来到高台之上 身形麻木 呆滞 脸上带着诡异的微笑 只见这黑袍者看向众人 你们 只剩下一个时辰了 天已经彻底黑了 很快 就要到最后期限了 再不开始拍卖 所有人都命 也就剩下最后这一个时辰了 几十人中 暗流涌动 有人等不及了 冲着高台之上大喊 拍卖快开始吧 回应他的 是黑袍者突然伸出的一指 直指人群中的苍绍天 你 也失去了参与拍卖的机会 苍绍天脸色阴冷 对于这个结果 在他失败的瞬间 心中早已有所遇见 但 黑袍者还没有停下 他眼中没有聚焦 空洞地看着前方众人 你们 必须杀了他们二人 才能得到活下来的最后机会 什么时候杀了 什么时候开始拍卖会 说完 他便停在原地 不动不语 而被选中的古晴雨和苍绍天 脸色已经难看到极点 满座哗然 苍绍天 可是星魂武神镜第八重楼的强者 谁敢对他动手 可不动手 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 这是没得商量的意思 最后一个时辰了 偌大的拍卖场 无人动手 可每个人都在经历天人煎熬 气氛越来越凝重 任凭多少人尝试对黑袍者开口 黑袍者都无动于衷 完全没有任何反应 终于 他们绝望地意识到 此时此刻 此清此景 他们根本奈何不了那个幕后之人 有人崩溃了 前辈让我们杀了两位忤逆之人 主要是想看到我们的诚意 我们就杀一个 让前辈看到我们的诚意吧 诸位觉得呢 说话之人也是个强者 有着星魂五神镜第七重楼巅峰的实力 眼下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提议 所有人都会绷不住 诸位就像是突然有了一个台阶下 一时间 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古晴雨身上 古晴雨在听到那人开口的瞬间 脸色就变了 求生的本能促使他当即朝着拍卖场外冲去 轰 碰 几乎在同一时间 一群人蜂拥而上 所有人甚至争先恐后 想要亲自杀了古晴雨 以表诚意 在泱泱一大群人的围攻之下 古晴雨根本连挣扎都来不及挣扎 当场死亡 一个指定之人死了 另一个 也有不少人 将目光不断瞥向苍绍天 可与古晴雨不同 苍绍天 可是星魂五神镜第八重楼的高手 谁也不愿意冒着失去性命的威胁 就为了杀他 毕竟 他们都是为了活命 才来到这里的 若是被苍绍天杀了 那来这里还有什么意义 苍绍天 杀不得 就在众人一筹莫展之际 有一人突然冲上高台 瞬间吸引了众人的注意 不过 此人并不是像古晴雨那样要杀黑袍者 而是一把抓住不动不语的黑袍者的手 面露哀求之色 背后操控的前辈 我知道你能看得到我们 我们已经按照您的意思 杀了古晴雨 那也请您谅解一下 苍绍天有星魂五神镜第八重楼 要杀他 我们是真的有心无力啊 我知道 您应该也是 与我们来自同一个地方的人 发出那则消息 必然知道我们是为了活命才来的 所以 您应该清楚 眼下 命 是我们最在乎的东西 有人开口 便有人硬喝 是啊 要是没了命 我们来这里 意义何在呢 还请前辈不要再等了 赶紧开始拍卖吧 众人纷纷哀求着 就连苍绍天也不得以低头 向背后操控之人道歉 终于 黑袍者动了 他看向众人 开口宣布 那么 拍卖现在开始 听到这一句话 整个拍卖场里的所有人 不由得大大松了一口气 终于等到了拍卖 顿时 原本万众一心 奇奇哀求的诸位 瞬间成了生死大敌 拍卖会一旦开始 那么那三张空白邀请函 最终花落谁家 那便各凭本事了 这边 气氛变得火热起来 远处的密室之中 却有点凄凉 本章完 第5089章 拍卖会继续 无数宝出现 陈锋四人所在的隐秘之处 陈锋一边蹊跷流血 一边沉默着 操控着魔星 主持着拍卖会 那一日 为了对付大悲喜金刚王魔的投影 他几乎消耗光了所有精神力 要完全恢复的话 至少需要一个月 就算有凤冰云相助 现在的他 也早已经再度游进灯窟 现在的他 早就无力催动魔星了 尽管有凤冰云 钟离云天 天蚕兽奴相助 可要催动魔星 本身就消耗不少 外界精神力的补充 本就有限 不过是杯水车星而已 可这场拍卖会 绝不能中断 因此 陈锋不惜消耗自己的生命力 也在坚持着 幸亏先前 在九幽邦里选的那四个 用来操控的 都是九幽邦里实力最弱的 否则 陈锋甚至支撑不到现在 此时此刻 三人的精神力都在补给陈锋 因此 通过魔星 陈锋能看得到的画面 大家都能清晰地看到 中黎云天目睹了整个过程 惊叹不已 他在看向陈锋 心中更是心服口服 这等玩弄人心的手段 实在无比高明 就连凤冰云也深深看向陈锋 你这般玩弄人心的手段 都能抵得上那些活了不知多少年的老古董吗? 从一开始 凤冰云意识到他的特殊时 他就对陈锋另眼相看了 不过 与中黎云天一样 越是相处久了 见识到陈锋的手段 他对陈锋的印象一次次被刷新 明明只有星魂五神镜第四重楼的修为境界 却有着极其娴熟的玩弄人心的手段 更能临危不乱 集中生智 迅速策划出绝境求生的缜密计划 凤冰云有预感 若是陈锋能一路突破下去的话 只怕是会达到连他都无法想象的高度 人的成功往往都是有迹可循的 不过 看着眼下的陈锋不断呕血 却还要坚持完成计划 他静静看着 冷悠悠开口问道 你究竟想做什么?值得吗? 这个回答 陈锋没有给他 但他用实际行动给出了回答 此时 地下拍卖场中已经开始竞价了 第一张空白邀请韩明娥 以物换物 无上限 现在 竞价开始 随着黑袍者宣布开始 所有人都沸腾了 瞬间 整个会场站起不少人 爆出了各自的筹码 五千天道预检 和三十枚天刚炼神弹 张口便是五千天道预检 上次试炼任务中 陈锋完成护送韩剑星至白骨峰大营的任务 天道主宰也才奖励了五千天道预检 八千天道预检和两千斤悲气龙穴 黑袍者开口 一个一个来 若是担心时间不够 各位可以直接把各自能给出的极限爆出来 拍卖场上 虽然有不少人心中很是不满 但现在 谁还敢再不乖乖遵守 时间可只剩最后一个时辰了 密室中 陈锋开口 看向三人 很多东西 我不知道价值 还请你们帮我分析一下 比如 这天罡练神丹是什么 这点小忙 钟离云天两人自是不必计较 两位进入苍穹之巅的时间 比陈锋毕竟还是多了不少 尤其是钟离云天自出生便在苍穹之巅 比起陈锋和天残兽奴 他在这些宝物方面算得上见多识广了 天罡练神丹 能够迅速补充相当于一个普通星魂武神境第七重楼巅峰的全部精神力 而且都是最纯粹的精神力 不会造成任何影响 这天罡练神丹 平日里能出三五枚 已经相当罕见 没想到一下子得出三十枚 一旁 凤冰云接着介绍 悲弃龙穴 上古悲弃龙的精血 平日有百斤便能引得苍穹之巅不少强者争抢 一定程度上 可与上古神魔血脉媲美 当然 这是用一点就少一点的 在了解了相应宝物的价值后 陈锋操控着黑袍者 已经给出了反应 继续 也就是说 还不够 这些东西 还没有达到陈锋的预期 随着每一声继续的喊出 就能看到拍卖场内 有一人的眼中逐渐绝望 但 叫架的声音 没有停下 九千天到预检 和一把完整的灯饮月十刀 一万天到预检架 拍卖场内 黑袍者不断开口 继续 小型地下拍卖场里 高台上的黑袍者 每说一次继续 场内的氛围就凝重一分 尽管叫架 叫得热火朝天 可没有一个人的脸上 是像平日拍卖那般激动 兴奋 大家心里都很清楚 黑袍者说继续 那就意味着 还没有达到幕后主使人的预期 要知道 现有的报价 已经相当恐怖了 诸位几乎已经将各自的底蕴 全盘爆出 甚至有人起家到两万天到预检 和多件宝物 刑罚以上 现场众人虽然都是为了活命而来 可这样的代价 未免也太大了些 谁能承受得住 不过尽管大家心里都清楚 可 诗家给他们的压力再怎么大 他们又有什么办法 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就算是事后要抢 也得等那三张空白邀请函有了下落再说 因此 报价声依旧此起彼伏 就在这时 忽然 人群中喊出一道声音 我出两万天到预检 外加寿神所的一截手柄残余 再加我师父突破星魂五神镜第八重楼时的心得 听到这声高呼 众人皆面色一惊 齐齐侧过脸来 看向报价之人 报价之人身体心长 一身浅色衣衫 模样俊朗 看上去 不像是个适合寿神所之人 众人没几个认出来 此人是谁 不过 修为却有星魂五神镜第七重楼巅峰 正是此人 居然爆出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架 寿神所的一截手柄残余 虽是一截手柄的残余 却依然有极大的效用 平日里 都是可遇不可求的 这等筹码也能拿出来 看来真是破釜沉舟了 远处的密室当中 天残寿奴听到这个报价 简直怦然心动 报价之人看上去不适合寿神所 但他却是梦寐以求的 寿神所 可是极高等级的预售物品 本章完 第5090章 百鬼夜行轮回真经 正好与他相辅相成 大哥 天残寿奴没有任何遮掩 直接向陈锋表达了自己的意思 想要 他素来如此 不会跟陈锋遮遮掩掩 不过 陈锋只是点了点头 没有明确表示拍下 亦或是不拍 他侧过脸来 看了一眼旁边的钟离云天 果不其然 钟离云天的神色 也颇有几分动容 一位高手 突破第八重楼的心得 这对他而言 太有吸引力了 自从进入这个试炼世界之后 看着陈锋一路突破 高歌猛进 而自己却始终停滞不前 修为被困在星魂武神境第七重楼巅峰许久 身为钟离世家子弟 本身就有足够的傲气 如此对比之下 更是内心胶着 这次进入玄武中千世界 钟离云天主要就是想突破 因此 这份心得 他很想要 钟离云天余光瞥到陈锋的视线 侧目看了过来 陈锋没说什么 只是拍卖场上的黑袍者开口 成交 竟是直接答应了下来 第一张空白邀请函 顿时便有了人选 整个拍卖场内 顿时又起一片哗然 所有人的目光 都盯住了这位俊朗面生之人 羡慕 嫉妒 敌意 杀意 带有各种情绪的视线 都聚焦在了他身上 而那人在听到交易成功的瞬间 更是欣喜若狂 直接从座位上蹦了起来 黑袍者看向那人 请拍下第一张空白邀请函者 一步上前 等三张空白邀请函 全部拍卖完毕后 我将会带三位一同前往领取 听到这话 俊朗面生之人 心中无比得意 大笑着迈步向前 来到一边 不管其他人看向他的视线 是如何愤怒 阴狠 但此时此刻 一张空白邀请函就是属于他的 他能活下来了 俊朗男子一步一侧 转身看向 剩下参与拍卖之人 显然 在第一个空白邀请函的得主出现之后 剩下的人 显得更加焦躁了 黑袍者话不多说 高声宣布 邀请函只剩下最后两张 现在开始竞拍第二张 远处的密室之中 随着交易成功的决定 想起 天蚕兽奴和钟离云天皆是大喜 陈峰微笑着看向钟离云天 那份突破第八重楼的心得便给你吧 他说得很直接 自从刚进入这个试炼世界后 我便与你相识 一路上 也从起初的威逼到如今的结伴同行 你的转变 我都看在眼里 而你 也应该了解了些许我的为人 我对敌人从不手软 但对朋友还算不错 如今 对你的禁锢已经撤去 但你没有离去 我就当你 把我当成朋友了 所以我不会让你平白无故 陪我折腾这一走 陈峰这些话 简单 但却真诚 这就是他的实话 没有那么多的虚伪 就是实打实地表明自己的意思 你为我做事 也没在背后因我 那我就对你够意思 尽管他对待敌人 表现出的心机颇深 可在对同伴时 不会有那么多心思计较 钟离云天自然是明白这一点的 他看向陈峰 眼中有光闪烁 张口欲言 却又不知道该回应些什么 最后 只是用力拍了拍陈峰的肩 拍卖场里 竟加再度上升到热火朝天的氛围 有了第一个人的叫架 这一次 不少人直接开口 便是两万天到御检起步 更有甚者 直接拿出了一些罕见的神通 心法 只不过 换来的还是黑袍者 一次又一次的继续 不少人愤怒垂墙 但也有不少人不甘心地再次叫架 这次的叫架 速度极快 先前尝试用精神力袭击黑袍者的那个苍绍天突然开口 他面容英俊 但却少年白头 经过刚才那次精神力的较量后 更是显得面色有些惨白 但 此时的他 却像是遇见到了什么一般 面带一丝微笑 对这第二张空白邀请函成竹在胸 我的筹码是一个任务物品 据说是某个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的入场钥匙 再外加一本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再听到这个筹码的瞬间 陈锋心中狠狠一颤 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听起来与白鬼夜行招魂真经很像 这两者之间肯定应该是有诸多联系的吧 自从进入苍穹之巅后 陈锋一直在找白鬼夜行招魂真经 没想到今天居然会在这里有意外收获 即便说出这个筹码的 是先前有过冲撞的苍绍天 这个时候也显得无足轻重了 若是能复活 若是能 啊 同一时间 旁边的凤冰云居然也发出了惊呼 密室内的三人下意识看了过去 看到的是凤冰云亚然失色的反应 这样的反应放在他身上 实属罕见 要知道 凤冰云此人生来性情孤傲 就算是暂时与陈锋一行人同盟 但平时也是比较冷面之人 在以其星魂武神进第八重楼的强大实力 鲜少有东西能让他做出如此大的反应 陈锋诧异 顿时想到了什么 莫非这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他也有所听闻 想到这 他张口询问 你惊讶的 可是那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听到陈锋的话 凤冰云这才反应过来 稍微收敛心神后 凤冰云对上了他的视线 不过 却是摇了摇头 不是这个 是前面那个 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的入场钥匙 听到不是心中期待的 陈锋心中 还是稍微失落了一下 不过 这也正常 不管是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还是白鬼夜行招魂真经也好 若是能那么轻易被人所知 也就不会这么久以来 一直找不到踪迹了 想到这些 陈锋很快就调整了情绪 他的注意力 也随着凤冰云惊讶的无尽杀戮 进阶战场任务的入场钥匙 转移到了这上面 从未听过的东西 但一听 就不是什么轻松的任务 陈锋看向凤冰云 继续询问 你听的是 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的入场钥匙 凤冰云点点头 他看向三位 你们可知 这个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 本章完 第5091章 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 这个问题 陈锋三人显然不太清楚 就连钟离云天 眼中也有些茫然 好像听说过这个 不过当时并未放在心上 这无尽杀戮进阶战场 有什么特殊的吗? 凤冰云没有直接回答 中离云天 他想了想 也释然了 陈锋他们 不知道是正常的 不怪你们不知道 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 是天道主宰 对于所有仙徒的锤炼任务 你们现在 应该还是试炼仙徒吧? 至于你 中离云天 顶多也才办不苍穹仙徒而已吧 关于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 一般得等你们成为苍穹仙徒之后 才会知道 说着 凤冰云的语气 却是前所未有的沉重 这样的反应 陈锋从未曾见过 他甚至能从凤冰云的语气中 解读出了一丝恐惧 他眉头微微一簇 问道 这个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 听上去好像有些凶险 他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话音刚落 却见凤冰云像是被踩到脚似的 当场美目竖起 看向陈锋的眼中带着明显的控诉 好像在控诉他 居然能把无尽杀戮进阶战场 说得那么风轻云淡 他胸口剧烈起伏 情绪有些失控 不过 想到陈锋还只是试炼仙徒而已 又劝说自己理解一下 可尽管如此 他还是没忍住 开口之时 就连声音都提高了三分 岂止是凶险? 陈锋三人都被他这反应吓了一跳 只见凤冰云激动地介绍道 要知道 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 是普通任务难度的十倍 十倍? 懂这个意思吗? 这次的失联任务 因为突然出现意外 难度提升 但也才提升了一点点 听到这 陈锋就明白他这么激动的原因了 他转头看向旁边的两位 三人的脸上 都带着一丝凝重 钟离云天 看向凤冰云 你说 那是天道主宰 对于所有仙徒的锤炼任务 比起陈锋和天残兽奴 这里只有 他是最接近苍穹仙徒的 也就是说 或许在不久的将来 他就要完成这所谓的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 比普通任务难上十倍的锤炼 听着就让人头皮发麻 凤冰云也不藏私 详细介绍道 对 自从成为轮回仙徒后 每隔三五年 或者每过七八个普通任务之后 天道主宰就会把你扔进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中 说到这里 孤傲如他 都不由得心生畏惧 凤冰云双目睁大 微微缩了缩脖子 他像是回忆起了什么 不由得打了个哆嗦 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 跟普通任务完全不一样 一旦进入无尽杀戮进阶战场 你将没有任何做心理准备的时间 迎接你的就是无穷无尽的敌人 而那些敌人 各个实力恐怖至极 而且 敌人的数量更是无休无止 他们会在任何你想象不到的地方出现 你根本杀不完也打不完 听到这些 陈锋三人脸色齐变 这下 他们算是明白 为什么凤冰云会有这样的反应了 确实是修罗炼狱啊 这就是他们以后要经历的锤炼吗 而盼 介绍还在继续 在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中 千万不能有丝毫松懈 没有喘息的时间 要喘上几口气 只有逃 但你若是逃走的话 情况会对你更加不利 因为你的实力 都消耗在了无用的地方 这就意味着 你将少杀一个敌人 总之 在那里 你所能看到的 只有绝望 无尽绝望 凤冰云说到这些 依然一副心有余悸的模样 陈锋心中微动 看向凤冰云 看样子 你已经被扔进去过了 凤冰云回神 看向陈锋 眼中仍有巨异地点了点头 就在前不久 我刚刚经历了一次 钟离云天顺口接到 你成功了 毕竟 他还好端端地出现在这里 陈锋三人 都下意识以为如此 却不料 凤冰云居然摇了摇头 不 我失败了 这下 三人是真的惊骇了 连苍穹仙徒 都失败的锤炼任务 凤冰云看向他们 苦笑了起来 我知道 你们想的是什么 但我也不介意告诉你们 我这条命 是花了极大的代价保下来的 就是因为那次任务失败了 我才会花费极大的代价 来到这里 为的就是悲喜金刚王精 我刚经历过一次 现在距离第二次 还有一段时间 只有在这段时间中 飞快提高实力 等到下次进入无尽杀戮 进阶战场时 才有一线成功的希望 听到凤冰云这样的描述 陈锋三人皆面面相去 眼中有惊诧 天蚕兽奴看向凤冰云 你说你失败了 那失败了 会有什么惩罚吗 凤冰云点头 面色显得相当沉重 惩罚极重 首先 要想换命 需要大量的宝物 和足够的天道预检来交换 若是仅仅如此 也就罢了 更为严重的是 一旦任务失败 接下来再经历的普通任务 难度将越来越低 听到这 天蚕兽奴下意识不解了 难度越来越低 不是越来越高吗 就是越来越低 那不是好事吗 难度低的话 更加安全了呀 凤冰云的一双美目 输得盯住了天蚕兽奴 冷笑了起来 难度低的任务 意味着在里面得不到任何好处 意味着你的实力将毫无提升 你想想 所有其他人都在提升 你若是一直原地不动的话 你的结局会是如何 听到这 天蚕兽奴也反应过来了 这个惩罚 确实是太重了 简直攸关生死 在苍穹之巅这种强者众多的地方 实力若是不再提升 就算完成了任务 也容易被其他人杀死 逆水行舟 不进则退 就在凤冰云和天蚕兽奴书这些的时候 一旁的陈锋却是忽然想到了什么 他现在确实只是试炼仙徒 距离苍穹仙徒还有一段时间 但玉衡仙子是苍穹仙徒 本章完 第5092章 三章空白邀请函 尽数成交 现在回想起来 之前玉衡仙子似乎总是心神不宁 愁怀满腹 顿时便心中一动 算一算 玉衡仙子应该也是在这段时间里面 难道 他忧心的也是这个 想到这些 陈锋心中若有所思 抬头看向凤冰云 那这无尽杀戮进阶战场任务 像我这种 是不是很难进去 这个问题问的有点突然 包括钟离云天都诧异了一下 凤冰云也被陈锋 这一问问的有些没反应过来 这是肯定的 你这种 连苍穹仙徒都不是的 起码要等完成十个任务之后吧 三四年后才能进入无尽杀戮进阶战场 陈锋点了点头 没有再追问 转而问了另外一个东西 那这个白鬼夜行轮回真经呢? 你懂不懂? 不出所料 凤冰云摇了摇头 再问钟离云天 钟离云天也是一样的反应 陈锋没有再多说什么 直接操控黑袍者 看向苍绍天 你介绍一下 这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拍卖场内 顿时又沸腾了 黑袍者让介绍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这意味着 幕后主使对苍绍天提出的这个筹码 产生了兴趣 一旦产生兴趣 哪怕是离交易成功不远了 这一点 苍绍天也心知肚明 他站了起来 高声说道 这是某位大能者 从白鬼夜行招魂真经之中领悟出来的 虽然比不过白鬼夜行招魂真经 但修炼到一定程度 甚至可以让下界的低等世界中的生灵 轮回转世 进入施法者所在的世界 在场那么多人在 苍绍天也不便介绍得过于详细 他画风一转 不过 此经效用 不仅如此 传闻 若是能将此真经修炼到极致处 甚至可以通往某条大道 但我不曾习到极致 因此 那条大道具体如何 我也不知 听着苍绍天的介绍 沉风心动了 修炼之路 注定一人独行 可偏偏沉风是个重情重义之人 一直以来 他心心念念 就是想让他的那些亲人 朋友复活 眼下 一个机会出现在他的面前 不但能复活亲友 更能让他们转世到 沉风现在所在的玄黄中千世界 这个起点更高 叫他如何能放过 想到这 沉风再度操控黑袍者 若是轮回 他们可以保存前世的记忆吗? 听到这个问题 沧绍天更加激动了 幕后之人操控黑袍者问这个问题 显然是有想复活之人 复活死者这种执念 可不是能轻易放弃的 这第二章空白邀请函 十拿九稳了 沧绍天点头 我观此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经书中说 可以 不过 具体能恢复到哪种程度 得看施法者的实力 听完这个回答 黑袍者当即开口 好 你就是第二个人了 你且一步上前 接下来开始近拍 最后一张空白邀请函 随着沧绍天 一步至俊朗面生男子一旁 剩下的人全都疯了 最后一张 名额只剩最后一个了 而距离任务截止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众人连羡慕极度 都来不及 疯狂叫架 两万天到遇见 三万天到遇见 各种宝物 心法 神通其出 就在此时 隐匿在人群中的一人 忽然抬头 他的目光直勾勾盯着高台上的黑袍者 但仿佛是透过他的双眸 对上了陈峰的视线 我知道你能看到我 我也知道你是谁 我什么筹码都没有 但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 而这个消息 我断定是你会想要知道的 听到这番莫名其妙的话语 拍卖场中的众人 才忽然意识到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 人群中竟然出现了这么一个人 此人身材消瘦 面容温和 看上去很不起眼 可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人物 说出的话却让众人心惊胆战 因为 他好像认识幕后之人 从刚才开始 众人就明白了一点 这次拍卖 其实全凭幕后之人的喜好 决定名额 就像刚才苍绍天的筹码 若是没有想要复活之人 根本不会在乎 再往前 恐怕那个俊朗面生之人所说的筹码 也是正好幕后之人需要的 正因如此 现在这人的话 才显得震撼 一时间 整个拍卖场都突然陷入沉寂之中 所有人都心生惶恐 坠坠不安的等着黑袍者给出反应 但 黑袍者沉默了 过了片刻 他突然开口 对上那个身材削瘦之人 你是第三个 嗡 整个拍卖场所有剩下之人 大脑顿时一片空白 三张空白邀请函 转眼间便都有了得主 换句话说 对于在场其他来自苍穹之巅的仙徒而言 三个保命的机会 就这么从他们的面前闪过 而他们剩下的时间 已经不多了 难道 我等注定 将命绝于此吗? 拍卖场内 有人当场崩溃了 还有什么比眼睁睁等死更绝望的呢? 随着那身形削瘦之人缓缓一步 与苍绍天二人相聚 那些绝望之徒 目光逐渐变得凶狠 这时 黑袍者突然看向前两人 木讷地开口说道 二位请将相应的筹码交于我 他在看向第三人 你跟我走 说着 黑袍者看向剩下那群虎视丹丹之徒 我劝你们先别动手 到现在为止 三张空白邀请函可还在你们找不到的地方 不要妄想做什么小动作 黑袍者释放出的修为气息并不高 表情呆滞 声音僵硬 就连行动都有些不自然 但 并不妨碍他说出这番话时造成的影响 若是先前 苍绍天不曾出手 众人或许还会现在就出手 可那次试探 众人已经确定了幕后主使 至少在《星魂武神镜》第八重楼之上 整个地下拍卖场里 有这等实力的 也仅苍绍天一人而已 黑袍者说完 转身看向苍绍天二人 两人很爽快地将所说筹码交于黑袍者 随后 拍卖场内很快出现了一个九幽邦的帮众 他看向俊朗面生之人和苍绍天 二位请随我来 本章完 第5093章 崔九熙 好久不见 黑袍者看向身形薛寿之人 再次说道 你跟我走 剩下那些留在拍卖场内的人 虽不敢妄动 但目光凶狠 死死盯着三人离去的方向 几乎所有人都选择了留在原地 谁也不肯离去 他们的心中 另有一番计划 你不给我 我就任命等死 做梦 能在苍穹之巅混到这个份上的 没有一个等闲之辈 意志 实力 成福 都是极强 新来的那人 带着苍绍天二人离去的方向 是拍卖场的内部 而这个地下拍卖场 只有一个出口 这意味着 那两人在拿到空白邀请函之后 必然得原路返回 到时候 苍绍天二人一路沉默着 在领路人的带领之下 七弯八绕 进入到了拍卖场的内部最深处 最后 他们在一处机关里面 看到了一个密室 推开密室 里面又有一扇铁门 不知通往什么地方 不过 不必再深入了 领路人的脚步停了下来 他轻声开口 他们到了 随着领路人的这声报备 密室里面 有一人自黑暗中缓缓走出 那人副手而立 同样穿着一身黑袍 见到苍绍天二人出现 这位等待着的黑袍者转过身来 翻手取出两张空白邀请函 即便是强如星魂武神进第八重楼的苍绍天 在看到空白邀请函的时候 呼吸都不由地加重了 在距离试连任务截止的最后一个时辰里 他们终于还是得到了救命的邀请函 二人迫不及待接了过来 确实没有特殊禁止 可以直接烙上他们的气息 只要后续不被人抹除 能护着这张空白邀请函 躲过最后一段时间 这条命就算是保下来了 二位取得了邀请函 还请自行离开吧 领路人再度开口 就在这时 郡朗面生之人却是突然看向苍绍天 二人都从彼此的眼中看到了熟悉的意味 苍绍天看向黑袍者背后的那扇铁门 现在回去 恐怕那些人还等在拍卖场里 没有离去 郡朗面生之人低声开口 苍绍天当然知道 即便是他 若是真要面对数十位苍穹之巅的强者围攻 怕是也有危险 好不容易才到手的空白邀请函 他绝不允许被他人抢走 可离开的路只有一条 要想避开那些人显然不现实 因此最为稳妥的办法便只剩下最后一个 你我联手 好 话音未落 两人同时一前一后 朝着黑袍者和领路人发动袭杀 他们 直接杀了陈丰的人 两位根本没有丝毫招架之力 当场死亡 苍绍天二人压制住心中的激动 朝那扇紧闭的铁门走去 要想再回去的路上 不被那些剩下之人围攻 那就只有一个办法 就是让他们自相残杀 他们想抢到第三人的那张空白邀请函 苍绍天大步上前 一掌鸡飞紧闭的铁门 二人继续往里走去 但 刚打开 他们就心中一沉 被算计了 铁门后面根本没有路 该死的老狐狸 苍绍天忍不住怒抱粗口 可不管怎样 木已成舟 这第三张空白邀请函 注定是拿不到了 苍绍天看向俊朗面生之人 事已至此 出去之后 那就各凭本事吧 说吧 他不再停留 原路返回 只留下那个俊朗面生之人 神色阴晴不定 比如苍绍天 他才是更加迫切 想要得到第三张邀请函之人 原因很简单 他实力不如苍绍天 正如拍卖会开始之前那样 幕后主使要求众人 杀了古琴玉和苍绍天 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对古琴玉出手 却对苍绍天颇为忌惮 而现在 他就是那个古琴玉 谁都知道 柿子拿软的念 从他这个新魂武神进第七重楼的人手中 自然是更容易抢到邀请函的 但 没有办法 拿到了邀请函后 还得前往城主府 俊朗面生之人咬了咬牙 跟在苍绍天身后 两人刚一回到拍卖场 哄 一抹荧光闪过 瞬间 几道致命攻击旗帜 两位闪身出现的入口 直接被轰成粉碎 不过这种袭杀 并未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 就在滚滚烟尘中 一抹白色身影急速冲出 苍绍天速度极快 试图凭借着新魂武神进第八重楼的实力 直接冲出拍卖场 新魂武神进第八重楼的气息 骤然席卷了整个拍卖场 一些实力较弱之人 瞬间被绝对的威压震慑 但 这样的局面 连一息都没有撑住 一位新魂武神进第七重楼巅峰的强者 突然祭出一件法宝 苍绍天心中一领 震慑大多数人的威压 当场失去了效用 被镇压的众人 顿时群起而攻之 眨眼间 苍绍天就被数十人围攻 一时间不得挣脱 拍卖场内 不断传出惊天巨响 至于那俊朗面生之人 倒是有些手段 本来 他就在苍绍天之后 就想借助苍绍天 来转移大部分注意力 趁着众人围攻苍绍天时 再全力冲向拍卖场唯一的出口 只不过 这个计划注定失败了 唯一的出口处 早有新魂武神进第七重楼巅峰的强者把守 他刚一出现 厮杀的中心迅速分化成两个 一时间 刀光剑影 各色气息一团混战 整个拍卖场都被拆成一片废墟 而此时此刻 在这边的刀光剑影之中 另外一侧 在黑袍者的带领之下 身形削兽的第三人也来到了一间密室中 只不过 进入其中后 并不曾见到尘封身影 就在那人面露愕然之时 在前面带路的黑袍者 突然转过身来 他对上了来人 脸上露出一个诡异的微笑 崔九熙 好久不见 来人 正是崔九熙 在上个试炼任务中 正是他主动找上陈峰 表达了想要合作的意向 这次试炼任务 他自然也在其中 而且 还答应了陈峰 帮他对付人平生派出的人 只是 一直都没有和陈峰联系 更没有带来任何有价值的信息情报 崔九熙看到黑袍者如此反应 倒也很快恢复平静 本章完 第5094章 神级反派任务 实现即将到来 从整个拍卖开始 这里发生的一切 崔九熙都不意外 果然是你 陈峰 你为何不见我 听到这话 黑袍者僵硬地冷笑起来 我为何要亲自见你 只怕 你早就和楚平生派来的人混在一起了 我若见你 是等着他跟在后面出手吗 远处的密室中 陈峰不断渴血 之所以不见崔九熙表面上说的是一个原因 另一个原因 也实在是陈峰快到极限了 现在的他 太虚弱了 绝不能让崔九熙发现这一点 自从进入这次的试炼世界 这么长的时间 崔九熙都不曾联系过他 陈峰本来对他信任度就有限 在这种情况下 自然更不会全身心地信任他 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里 那是找死 不管崔九熙先前怎么说 他既然可以在身为楚平生委派之人时 对他私下联手 又怎能保证他绝不背叛陈峰 不过 陈峰心中也明白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能够进入苍穹之巅的人 个个都是强者 崔九熙应该已经知道 控制他的手段已经无效 权衡利弊之下 无论做出什么选择都很正常 更何况 陈峰也从来没有把希望 完全寄托在他身上 以其缜密的心思 不可能冒这种风险 在进入这个玄武中间世界之后 一直到现在 就算没有崔九熙 陈峰也不痛不痒 只不过 现在的他 只有一个疑问 他想知道 面前之人到底背叛他 背叛到什么程度了 这才是陈峰选择他为第三之人的原因 听到陈峰借黑袍者所说出的话 崔九熙轻声叹了口气 陈峰 你也太看抵我了 他对上黑袍者的双眸 看向陈峰 认真说道 我是什么样的人 不用我说你也清楚 所以 不到最后一刻 在我没拿到最大好处之前 我是不会背叛你的 听到这话 陈峰心中一松 跟这种阴险狡诈之人打交道 话里有几分真 几分假 都得看自己的本事解读 陈峰知道 崔九熙方才所言 应该都是实话 他是个极为聪明之人 所图只为追求利益最大化 若他真的已经背叛 对方势必要先给出极大的好处 并且 这个好处绝不可能空口白话承诺 必然得是实打实拿得到的 崔九熙也好 陈峰自己也罢 又怎会把利益方的空口 承诺当真 而眼下 崔九熙居然连一张空白 邀请函都没有 还得来这里跟那些人抢 就这般待遇 绝不可能引得崔九熙倒戈相像 黑袍者叹了口气 那你便告诉我吧 你说的那个消息 崔九熙脸上似笑非笑 凑近黑袍者的耳朵 悄然告知 最终 从黑袍者的手中 他得到了最后一张空白邀请函 崔九熙刚一仓皇离开 陈峰就快撑不住了 他脸色顿变 看向身边三位 距离任务结束 还剩多少时间 半个时辰左右 听到这个回答 陈峰满脸是血 脸色煞白 他低声呢喃 快来不及了 凤冰云不解 张口便问 什么来不及了 你不是已经有一张空白邀请函了吗 不过 陈峰现在 没空给他耐心解释 他看向三位 麻烦带我去拍卖场 听到此话 就连钟离云天也不解了 现在去那里做什么 为了那两张空白邀请函 现在那里肯定厮杀到了白热化的程度 只有天残兽奴想到了什么 是天命称号给的额外任务吗 陈峰点了点头 我还需要杀三十个来自苍穹之巅的仙徒 当然 之前我已经斩杀了不少 现在 大概只需要再来十几个就可以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 将那么多苍穹之巅的仙徒 汇聚于此的主要原因 现在再不去 半个时辰一过 他们也都要死 我也会死 听到这些 钟离云天和凤冰云神色相当复杂 没想到 陈峰的计划之下 还有这等原因 起初 他们真以为他 只是想利用那三张空白邀请函 获得一些资源罢了 陈峰叹了口气 再度开口道 待会儿 还请三位相助 帮我将那些人 杀到只剩最后一口气 再由我来亲自斩杀 众人点头 陈峰轻轻嘘了口气 神级反派 不是那么好当的啊 那小拍卖场中的人 凶狠 狡诈 搏命 他们任何一个都想杀陈峰 陈峰 自然也可以杀他们 就在天残兽奴打算背起陈峰 赶往拍卖场时 陈峰突然张口 再次吐出一口鲜血 大哥 天残兽奴当即惊慌起来 为了完成拍卖场计划 陈峰的生命力消耗的实在是太多了 眼下 怕是要撑不住了 就在此时 一变突生 原本面色苍白 如指的陈峰 忽然之间 脸上涌起一抹诡异的血气 随即 一股强大的气息 骤然自他体内涌出 天残兽奴一时不察 竟是被这股气息 直接掀飞出去 怎么回事 凤冰云也变了脸色 他感受的分明 陈峰体内忽然爆发出的这股气息 竟是一条神魔血脉的气息 陈峰有神魔血脉 此时此刻 外面的一切 陈峰都无力顾及 因为 他忽然再次感受到了红色太阳中 那种空灵境地 被他吸收的一条粗大血雾剧炼 骤然出现在面前 这是九品中等的神魔血脉 玄黄两色交织 闪烁着浓厚的神魔之力 是黎赫轩的那条 为何这条神魔血脉 突然出现在我面前 陈峰心中同样不解 但此时 太上神魔化龙爵 突然自行运转起来 嗡 伴随着一声低沉的轰鸣 黎赫轩的这条九品中等的神魔血脉 竟忽然崩碎开来 如此一变 发生的太过突然 陈峰当即心中一颤 但 旋即却又诧异了起来 粗大的赤红色血雾巨链突然崩碎炸裂 左肩甲处的神魔真火也逐渐熄灭 但无尽的神魔血脉 竟是直接沁入尘峰的全部身心 鸡骨筋肉 四肢百骸 精神事件 本章完 第5095章 太上神魔化龙爵 吞噬神魔血脉 转眼间 他便能感受到 原本干涸的金色精神世界 再度出现了金色的精神力 无尽的金色精神力 逐渐充斥了整个精神世界 随后 再度实质化成金色水滴一般 干涸的金色大地 重新被金色海水填了个六七分满 最为直观的感受 还不是这脸 陈峰惊讶地发现 这条神魔血脉的大半力量 都填补到了他消耗的生命力中 这一刻 他猛地意识到了什么 难道说 只要生命力消耗到一定程度 太上神魔化龙爵 就会出现这种类似自保的行为 将吸收来的一条神魔血脉 用以补充到吸收者本身 随着修为实力地迅速恢复 陈峰愈发确定自己的这一猜测 这一瞬间 他几乎欣喜若狂 不愧是第一卷残卷 都能被评为宏极九品的太上神魔化龙爵 竟然还有这种隐藏的特殊能力 也就是说 只要我吸收足够多的神魔血脉 这些神魔血脉甚至可以成为我的第二条 第三条命 而且 补充的还是最纯粹的本源力量 不会有任何后续隐患的出现 只不过 这样的狂喜没有持续多久 很快 一则消息自行浮现在他的脑海之中 在得知这个消息后 陈峰不由地又苦笑了起来 他的推测确实就是这样 但 也有限制 太上神魔化龙爵 确实可以在生命垂危之际 自行崩碎一条吸收的神魔血脉 用来续命 但每崩碎一条 必须要找一条等级更高的神魔血脉 替代这条 这正是陈峰苦笑的原因 罢了 走一步看一步吧 等黎和轩的神魔血脉 完全消散之后 陈峰睁开双眼 不仅他的生命力完全恢复 他的实力更是一举恢复到了原来的六七分 一睁开眼 陈峰当即看向周围的三位 还剩多少时间 天蚕兽奴三人 此刻的脸上还满是惊骇 陈峰身上的特殊之处 实在是太多了 尤其是凤丁云不断打量着他 企图看穿他的表面之下 还隐藏着多少底牌 还剩小半时辰 饶氏亲密如天蚕兽奴 此刻也有点茫然 大哥 你实力恢复了 陈峰大笑了一声 恢复了六七成吧 足够了 抓紧时间 我们出发 说着 他一把抹去脸上残留的血 大步离开密室 等他们赶到地下拍卖场的时候 里面依旧还在厮杀 陈峰四人到的时候 里面死伤惨重 俊朗面生之人 早已成了一缕刀下亡魂 满目疮夷 皆是废墟 陈峰四人一出现 齐齐出手 天蚕兽奴三人 带着一个 就把一个打成重伤冰死 随后丢给陈峰 陈峰这边更是大开杀箭 你们是谁 原本还在抢夺那最后两张邀请函的诸位 当即变了脸色 尤其是看到凤冰云出现的时候 更是露出了绝望 就在这时 黑袍者突然出现 静力在一旁 众人都明白过来了 你们就是幕后主使 可这个时候 说什么都晚了 从一开始 陈峰就没有想过 让他们离开 不管最后抢到那两张邀请函的人是谁 都不重要 地下拍卖场内 顿时血流成河 横尸遍野 终于 长夜散了 日出东方 霞光四射开来 唤醒了沉寂的端木仙城 昨夜在地下拍卖场里的一切激烈厮杀 崩溃叫喊 救命求饶 仿佛不曾发生过一般 当陈峰将第三十个来自苍穹之巅的仙徒斩杀的瞬间 浩大的声音自每个仙徒脑海中响起 玄武中谦事件 常规任务 获得端木仙城城主府有效邀请函 时间截止 没有拿到有效邀请函者 皆被判定任务失败 天道主宰的浩大声音 浩浩荡荡 仿若自天而下 敲在每个来自苍穹之巅的仙徒心中 字字皆如垂击 陈峰停了下来 冷眼看着废墟中 仅剩的几人 随着天道主宰的审判落下 这仅剩的几人 除了一人 其余皆连惨叫都来不及发出 当场便炸裂成血物 一如此处高高扬起的尘埃般 缓缓坠落 恢复死寂 陈峰随便扫了一眼剩下的那人 倒是没想到 苍绍天居然护住了那张邀请函 此刻的苍绍天 哪里还有一个星魂武神镜第八重楼高手的样子 衣衫蓝绿 狼狈不堪 重伤兵死 但他却死死攥着那张空白邀请函 欣喜若狂 我活下来了 哈哈哈哈 我成功了 这张空白邀请函 并非他先前拿到的那张 早在被围攻的时候 他的那张空白邀请函就被人夺走了 但 在最后时刻 陈峰四人在疯狂斩杀 反倒是帮他争取到了一线生机 就在天道主宰的声音降临前一瞬 苍绍天一把抢过早先属于俊朗面生之人的邀请函 抢过 抹去他人气息 烙上自己的气息 一气呵成 显而又显得完成了此次任务 没死 哈哈 我没死啊 不过 大笑过后 苍绍天意识到 狮山血海中 四人齐齐盯着他 一抹良意 自心投起 方才他们疯狂地屠杀 他余光瞥到了 苍绍天心中咯噔了一下 难道 今日注定命丧于此不成 就在这时 看着他的陈峰突然笑了笑 我天命称号的任务顺利完成 你可以自行离去了 听到这话 苍绍天心中再度大起大落 来不及确认真假 他攥着邀请函 仓皇逃走 陈峰转过身来 目送他离开 转而 看向角落的黑袍者 是时候看看 这次收获了多少了 黑袍者呆滞僵硬地走了过来 将先前收下的两份筹码 尽数交与陈峰 陈峰也不藏着掖着 杀了三十名来自苍穹之巅的仙徒 他们的轮回玉牌内的收获 也一并拿了出来 在看到陈峰取出那么多枚轮回玉牌时 旁边的钟离云天和凤冰云 面色皆微微一变 不过 很快他们就释然了 像陈峰这样的人 能夺人轮回玉牌也不奇怪 众人快速扫了一眼 很快心中便有了数 本章完 第5096章 收获巨大 抛开天才地宝法器宝物不算 光是天道玉检便有十五万 可惜的是 这些被杀的仙徒终究还是弱了些 三十人加起来也只有十三枚神通本源 但这样的收获 对于钟离云天和凤冰云而言 也足够震惊了 他们一会儿看向陈峰 一会儿看向那些轮回玉牌 凤冰云更是直言 我来苍穹之巅这么多年 参加的试连任务比你多不知多少 到头来得到的 却不如你这一次的收获 看着凤冰云二人的反应 陈峰笑而不语 他想了想 取出了六万天道玉检 每人两万 算是感谢 陈峰的这一举动 再次震撼了凤冰云二人 虽说陈峰只是取出了十五万中的六万 可试问整个苍穹之巅 能有几人如此豪爽的 直接送出六万 要知道 这些本来就是陈峰的 对比天残寿奴的直接收下 钟离云天和凤冰云 反而一时间没有动作 看着他们的反应 陈峰不由地笑了起来 怎么 二位这是替我心疼吗 收着吧 说回来 杀那些人 本就是我必须完成的任务 你们帮了我不少 应得的 话说到这个份上 再客气就没意思了 见二人收下 陈峰心中思量着 先前得到的三十枚神通本源 被他拿来提升天地 反复轮回天宫 之后 他只得到了十二枚神通本源 加上这次的十三枚神通本源 便是二十五枚了 足以提升太上诸天刀阵和佛陀怒目施厚功各一个等级了 不过 现在还不是时候 陈峰收起这次的收获 转而看向凤冰云 刚才在密室里的时候 你问我做这些值得吗 现在 我可以给你回复 这不是值不值得的事 这是给我自己挣的一条命 陈峰身上 依然残留着先前大口吐血的狼狈痕迹 站在一片废墟之上 周围浮尸无数 此情此景 竟颇有几分悲壮 即便是凤冰云 也不免有些动容 陈峰看着他 淡淡说道 从你的性子来看 你应该出身极好 所做的一切 都有人为你铺好了路 做好了准备 而我不一样 我若不这么做 就会死 不仅是因为天道主宰的任务 更是因为 不论在苍穹之巅上 还是在这里 都有极强的敌人要杀我 听着陈峰的这些肺腑之言 凤冰云不由的漠然 说完这些 陈峰一扫先前沉重的氛围 他取出寿神所的那截手柄残余 递给了天残寿奴 又将突破第八重楼的心得 交给了钟离云天 至于那份白鬼夜行轮回真经 陈峰心中自然是激动不已 但也知道 现在还远远不是时候 复活轻友仪式 不急于一时 眼下 还有更重要的事情等着他们 东方红日渐渐升起 城主府内 切磋大会即将开幕 现在这个时候 所有获得邀请函的人 都已经在前往城主府的路上 不过 陈峰几人并未即刻启程 距离切磋大会开幕 少说还有几个时辰 陈峰抓紧时间 原地休养了三个时辰 再度将实力恢复到了全盛时期的七八成 我们还不走吗 凤冰云看着远方城主府所在的弱大浮空山 在一片仙云缭绕中 不断有非洲朝着那个方向汇聚 万千霞光之中 更隐约有中古仙乐传来 陈峰虽紧闭双目 却是突然回了一句 再等等 几人茫然看向陈峰 再度从他的脸上看到了嘴角那一丝微微扬起的弧度 像是约好了似的 陈峰话音刚落 一道强横的气息 骤然降临 速度奇快 全是城主府的非洲 钟离云天和凤冰云脸色结实一变 齐齐朝着非洲之上看去 南宫如雪 出现在他们面前的 正是紫罗仙城的城主之女 南宫如雪 她逆光而来 依旧是一袭浅紫色的镜庄 将她的身材勾勒得极好 吹弹可破的肌肤 隐隐一握的细腰 尤其是精致的五官 在金色的霞光中熠熠生辉 竟真有几分仙子姿态 只不过 这位南宫仙子的忽然大驾光临 似乎并非善意 她盯着陈峰 悠悠倾起朱口 原来 是你在捣乱 那日 城主府外大街一见 二人也算是相识 接下来的日子里 诡异的强者频频出现 像是来自同一个势力 不断袭杀各个家族 目的直指那些邀请函 南宫如雪赞助城主府 多少也是有些了解 但后来 情况就有些不太对劲了 大魔灵丝的大悲喜 金刚王魔投影 居然意外出现 大败唐家老祖 更是主动袭击端木熙 逼得端木家主不得不亲自下场 后来细细回想 整个过程 无不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 总感觉似乎有另外一股势力 在背后操控着这些 南宫如雪有这种感觉 端木世家也有这种感觉 因此 城主府这才临时决定 再放出十张空白邀请函 就是为了查出 这股背后的神秘势力究竟是谁 果不其然 很快就有神秘消息悄然流出 放出一个信息 目标却是针对邀请函的那个神秘势力 南宫如雪也是费了一番心思 才追踪到这个难以查找的地下拍卖场 没想到 居然是陈锋 听到南宫如雪的声音 陈锋笑了起来 你终于来了 我等你很久了 南宫如雪 心中猛的一惊 美目微醋 你知道我要来 对面的陈锋 微笑汗手 当然 你会出现在这里 本就在我的意料之中 站在一旁的钟离云天和凤丁云 虽然心中早已见怪不怪 可还是被陈锋这番算计折服 居然连南宫如雪的出现 都在他的计划当中 这人的心思 未免也太过缜密了 你是什么时候意料到的 南宫如雪也惊了 他甚至有些怀疑 陈锋是不是现在看到他的出现 故意拿这些话 狂骗他 只见陈锋微笑着走向南宫如雪 从城主府突然放出消息 临时又要放出十张不具姓名的邀请函时 我就想到了 本章完 第5097章 和南宫如雪的密谋 听到这 南宫如雪收起非洲 不由地后退了一步 陈锋不缓不慢地说着 临时放出十张邀请函 目的无非是钓鱼罢了 昨日清晨 让一位实力不算强的端木子弟出门 更是你们故意而为之 若非如此 我又怎么可能顾忌重施 这么快就得到了那十张邀请函的下落 听着陈锋的这些话 南宫如雪不由地变了脸色 他清楚地记得 派出去的那个人 确实被很多人盯上了 但那些人中 并没有陈锋 那些跟踪着尔的诡异强者们 不会知道 城主府早已派出了顶尖的强者 只要他们跟踪下去 就会露出马脚 被在后面的城主府强者们察觉 正因如此 等向家邀请函被夺一事 传到城主府的时候 他们才会无比诧异 再之后 南宫如雪才会耗费不少时间 到现在才赶到这个拍卖场 陈锋看着眼前的南宫如雪 脸色一变再变 嘴角的弧度 不由得更加明显起来 那些都放一遍吧 我有些事想要跟你谈一谈 不如一步 南宫如雪诧异 你猜到我会来 所以故意在这里等我 就是为了有事跟我谈 有什么不对的吗 南宫如雪站在原地许久 最后深深看了看陈锋 陈锋伸出一臂 做了个请的动作 最终 二人离开废墟 不知说了什么 再回来的时候 只剩陈锋一人 天蚕兽奴看了看他身后 随口问道 他人呢 陈锋看上去心情不错 带点细血地回了一句 飘然离去也 外面 天已经彻底亮了 四人也终于踏上了 前往城主府的征程 不过 却是悄然分成了三路 陈锋与天蚕兽奴同行 钟离云天和凤冰云 各自单独离开 眼看着前方的弱大浮空山 越来越近 忠鸣否乐之声响彻还雨 又到了万人空巷的盛景 弱大的城主府 终于缓缓打开了大门 这不是陈锋第一次来到城主府了 不过 今日的城主府 又是另一番盛景 昨日严防部首的巡逻队伍 大半已经撤去 只留下珠门两侧 还各自留着一支队伍 双门大开的珠门外 站着一位老者 正在一一接过来访宾客的邀请函 陈锋一眼就看出 这位老者修为极强 而且 恐怕也不是城主府的人 因为他的身上 赫然是一件 有着血色纷繁纹路的长袍 大魔神眼叫的人 正是有他的震慑 往来宾客并无人产生骚乱 陈锋二人顺利交接了邀请函 很快便进入其中 今日的城主府 与往日截然不同 穿过罩壁 进入前堂 往日显得宽敞广袤的前堂 今日已然在周围 摆满宴席酒桌 坐满了宾客 正中间的练武场 也已一尘不染 显然有所准备 而最前方 赫然便是端木熙 他高居首位 身侧南宫仙子 目光温柔 姿态平庭 好一双才子佳然 此二人周围 强者伶俐 便是端木世家最强劲的首位了 端木熙微笑着 扫视下方各位来者 虽说当初 他只是撒下四十九张邀请函 即便加上昨日临时出的十张 便也才五十九人 可台下准备的百人席 依然做得满满当当 不少人心知肚明 这百人之中 有个大家族的强者 有被邀请一同入席的外来强者 更有不少来自苍穹之巅的人 随着端木熙举起酒杯 起步来到高台之前 下面嘈杂的声音 逐渐平息了下来 感谢诸位强者 今日力领我端木家府 参与这次的切磋大会 今日不同往常 在座各位 既然能得我发放的邀请函 必然都是强者 我端木府 自是不会怠慢各位 说着他高举手中的酒杯 我先敬各位一杯 来端木府 谁能不卖端木公子这个面子 一时间 众人纷纷起身 高举酒杯 饮下杯中之酒 不过 众人刚饮下这杯好酒 前堂各个席上便传来了惊呼声 这酒非同一般啊 我感觉 这杯酒刚一下度 体内力量便翻滚了起来 正是如此 实在是舒服 坐在角落的尘峰 自然也感受到了 这杯酒的不凡之处 除了其他人所说的 他更有惊喜之处 这酒确实特殊 他甚至感觉到 体内残留的一些伤势 随着这杯酒下肚 也有些许恢复 看着台下众人纷纷惊呼 议论 端木西脸上 不由地流露出得意的姿态 各位贵宾前来 自然是不能拿普通反酒招待 所以 我特地抓了一头雷鹰酒破胶 取其精血 命远酿制了几坛佳酿 今日各位 不管平时喝不喝酒 都可以是 听到这些 台下众人更是哗然 雷鹰酒破胶 那可是高等级妖神 不少人更是读懂了 端木西话里的前台词 纷纷上前 恭维了起来 如此高等级妖神 竟然被拿来取精血酿酒 太厉害了吧 不愧是端木公子 年纪轻轻 就觉醒了神魔血脉 更是能将如此高等级的妖神 手到擒来 是啊 端木公子好大的手笔 竟是为了招待我等的一杯佳酿 太令人震撼了 诸如此类 不绝于耳 听得端木西脸上笑意更深 他摆了摆手 诸位可别吹捧我了 区区一头雷鹰酒破胶罢了 在场各位 哪个不是一样手到擒来 拿来喝酒 也不过是寻常手笔罢了 至于这什么血脉吗 说着 他却是缓了缓 做了些姿态 台下声音见指 众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了端木西的身上 众所周知 端木西 之所以会召开此次切磋大会 正是因为 他觉醒了神魔血脉 获得了一张神魔大会的请帖 神魔大会的请帖 那是现场所有人都现言不已的东西 端木西很满意台下众人的反应 他顿了顿 脸上带着得意的微笑 想必各位也知道 在下不才 闭关百年 成功觉醒了神魔血脉 也正因如此 收到了一张来自神魔大会的请帖 本章完 第5098章 切磋 说着 他装似随意地翻手 一张巴掌大的请帖 出现在了他的掌心 请帖不大 由玄黄两色交织 尚有纷繁复杂的纹路 就在这张请帖出现的瞬间 整个前堂的众人 不由地呼吸粗重了起来 所有人的目光 齐齐聚集在端木西的掌心之上 太眼红了 谁不想要争得一张神魔大会的请帖 看到众人的反应 端木西心中更加得意 他翻手收回了那张请帖 脸上神色淡淡 似乎全无炫耀之意 只是继续向下说 这时 台下有人开口说道 端木公子 今日有幸得以见到神魔大会的请帖 不如端木公子也给我们展示展示神魔血脉 如何 此一番话 当即引起不少人的共鸣 诸位纷纷应喝 想要一堵神魔血脉的真面目 端木西哈哈笑了两下 这有何难 话音未落 强悍的血脉气息骤然自他体内冲天起 瞬间 神魔气息铺天盖地压下来 竟是把热情高涨的呼声给声声压了下去 陈锋二人本来就来得晚 坐在最角落 在感受到这股强横的神魔气息时 心中也是一动 只不过 端木西很快又收回了这股神魔血脉的气息 众人惊呼着 感叹着 不断恭维着 天蚕兽奴看向陈锋 大哥 那是什么血脉? 陈锋摇了摇头 他只是展露了一下神魔气息 却没有展露具体的神魔血脉 前方 端木西再度开口 诸位 今日高棚满座 都是强者 吃好喝好是主要 但切磋切磋也是必要 正好这酒憨凶胆上开张 我也是一时寄养 想练练手 干脆就来切磋一二 也算是给诸位助助兴 如何? 这番话下 自然迎来众人欢呼 端木西意气风发 放下酒杯 往前纵身一跃 下一瞬 便是稳稳当当的 站在了前唐正中央的练武场上 他环视四方 随手一指 素来听闻四大家族之一的冷家 有一天才强者 今日有幸邀请前来 不知可否 与我切磋一番 此话 虽说得客气 但以其高姿态开口 显得就有些挑衅了 四大家族 唐家 黎家 冷家 印家 今日都有高手应邀前来 端木西上来 就指明冷家子弟 台下众人颇有看好戏的意思 只不过 被指明的冷家 就有些难看了 端木西口中的冷家天才强者 自然是冷家公子冷千秋 在端木西觉醒神魔血脉前 冷千秋的威名 曾在端木仙城内有所流传 我来 冷千秋站了起来 脉步跃入演武场内 端木西上来就指明与他切磋 各种意味很是明显 自然是要拿他开刀 来彰显自己的强大实力 冷千秋既有天才之名 便也有颗高傲的心 方才端木西的那番话语 在他的耳中便如挑衅 他看向端木西 淡淡开口 那便还请端木公子 不吝赐教 话音未落 原地便只剩下一抹残影 好快 陈锋一边看着演武场 一边给自己又倒了一杯酒 他的身侧 悄然出现了一个熟人 是钟离云天 先前 陈锋与天残兽奴同行 钟离云天单独前来 故意错开了时间 此时进入 自然也只能落坐在陈锋所在的最后空隙之上 并未有人注意到他 更不会有人想到 其实他与旁边二人相识 可惜 这位冷家天才 远远不敌端木公子 他像是随口感叹一句 坐下 也给自己倒了杯酒 正如他所言 演武场上那场切磋 可以说是单方面的压制 自从觉醒神魔血脉之后 端木熙便有了堪比星魂武神进第八重楼巅峰的修为 而冷千秋 还是差了一截 这场切磋 甚至可以说还未开始 便已经结束 随便两招就完了 此时此刻 整个前堂的氛围 悄然间发生了转变 端木熙覆手而立 站在中间的演武场上 不远处 冷千秋大口叠血 亮呛倒地 净是重伤 没意思 端木熙连看都不曾看上手下败将一眼 再度扫视台下诸位 忽然 他高声怒吼 还有没有强一点的 伴随着怒吼的 更是足有星魂武神进第八重楼巅峰的强横气息 几乎在瞬间 周围众人本能地释放出各自的气息 用以抵御这强大的气息 那些隐藏着的实力 瞬间泄露了大半 多是星魂武神进第七 第八重楼的强者 看着台下那些暴露的气息 端木熙呈现出无敌之姿 屁腻全场 这才像话嘛 看来 方才那杯酒 还是没有让各位放开 我再问一遍 有没有强一点的 上来与我切磋切磋啊 端木熙的声音中带着一丝嚣张的横力 其实 台下众人心中都清楚 此次切磋大会的召开 本来存的就是端木熙想要展示自我的那点心思 会有现在的场面 毫不意外 只不过 端木熙毕竟实力太强 即便他如此嚣张 一时间竟也无人敢上前应战 前堂顿时场面有些尴尬起来 端木熙皱了皱眉 既然诸位这般客气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 说着 顺着他此刻站的方位 随手指了一个轻瘦的男子 那便由你开始吧 来 跟我比划比划 众人顺着端木熙手指的方向看去 这人谁啊 并未曾见过 小生的议论 旋即响起 陈锋甚至用不着顺着视线看去 光听周围人的议论 心中便有了数 端木仙城那面生之人 十有八九 就是来自苍穹之巅的人 此时 身侧有一道低语传来 那人我认识 半部苍穹仙徒 西星剑 在苍穹之巅 也算有些实力 说话之人 自然是旁边的钟离云天 他这话音极弱 只有陈锋能听到 自然也正是说与他听的 这段时间 与陈锋的相处之后 钟离云天自是知道 陈锋进入苍穹之巅 并没有多长时间 对于这苍穹之巅上的一些人 视力等等 但凡他知道的 便随口介绍一下 本章完 第五千零九十九章 维杀之局 端木熙的真正目标 不过 身边的陈锋 却是一动不动 他双目指示远方的西星剑 对于钟离云天的话 并未有所反应 仿佛钟离云天这般 只不过是自言自语 当然 这也是此前计划好的一部分 前方阎武场下不远处 被端木熙选中的西星剑 面部改色 缓缓站了起来 他面露微笑 客客气气地向端木熙抱拳 端木公子实力强大 我被探服 西某人自愧不如 言下之意 自然是不详比 端木熙俯视着说话之人 笑声微冷 我今日召开的 本就是切磋大会 喝酒吃肉 倒是次要 笔划切磋才是主要 这位公子 既然持我发下的邀请函入场 不会是不敢上前切磋吧 这话 已经相当挑衅了 相当于直接说明 就算你的实力不如我 既然来了 也得上台 与我一较高下 西星剑能被选中 进入苍穹之巅 本就是极其骄傲之人 听闻此话 如何能忍 于是 他淡淡一笑 那么今日 还请端木公子手下留情 话音未落 便是同样的一跃而上 出现在了阎武场上 台下众人虽说觉得西星剑面生 但也不曾在意 端木仙城 毕竟还是太大了 出现些陌生的强者 其实很正常 而且 这端木公子素来狂妄 意气风发 目空一切 老实说 会有此局面 倒也见怪不怪 演武场上 西星剑面色凝重 目光如炬 随着抱拳的双手落下 只见他当即爆发出 星魂武神镜第八重楼的气息 嗡 滚滚气息四散开去 黎德镜的台下不少人 甚至当场面色一白 随后 不少人面露不可思议之色 转头看向演武场上 竟也是位高手 星魂武神镜第八重楼的实力 即便在现场 大概也不过寥寥数人 此人虽出入该境界 可这般年纪 也已足够自傲了 演武场上 西星剑先发制人 直接翻手取出了一枚巨大的暗金色尖锥 脚踏诡异步伐 身形诡诀 而那枚巨大的暗金色尖锥 却直接朝着端木熙爆射而去 速度太快 竟是引起一层气浪 冲向台下 如此用意 其实也能理解 毕竟 如今的端木熙 已觉醒了神魔血脉 若要拼肉身强度 怕是占不了什么上风 方才的冷千秋 正是败在这一点上 竟妄图以肉身相搏 相对而言 还是这个西星剑有些严厉 祭出法宝的同时 不断闪避 多少能为自己 争得些许延长战败的时间 但 照样没有胜算 毕竟此人的修为实力 还是弱于端木熙 没有人认为 光凭这法宝 就能一扫颓势 逆转赢了端木熙 更没有人会认为 端木熙方才所说的切磋 就真的只是切磋 今日他才是主角 说是切磋 但他绝不可能允许任何艺人 踩在他的头上赢 因此 诸位宾客并未有所在意 大家便就是随意看着 随意吃着 甚至有的 已经开始猜测着 下一个上去赐教的会是谁 炎武场上气浪排空 光芒四射 可就在众人以为 这将会是一场不错的比试时 一变突生 本来就傲气的端木熙 体内突然迸发出恐怖的气息 强横的威压 比之先前展露的 还要更强 顷刻间 他的力量不断暴涨着 双目更是狠狠盯着面前的西星剑 杀气蹦射 露出凶光 竟是有无限杀意 几乎在瞬间 西星剑心中一领 顿觉不妙 但 还是来不及了 只见端木熙 以其星魂五神镜第八重楼巅峰的无上威压 直接压制住了西星剑 哄 一声巨响之下 竟是不避不让 翻手挥出一拳 那枚巨大的暗金色尖锥 当即被这血脉滔天的一拳 击飞出去 眨眼间 端木熙再出一掌 他面目猙獰 目光凶恶 嘴角更是擒着狠力的笑 去死吧 此一掌 竟是朝着西星剑当头拍下 西星剑心中惊惧 面露惶恐之色 他奋力反抗 双手交叉 架于头顶之上 可还是晚了一步 端木熙的爆起 实在是太快了 这一掌 直接劈断了他的双臂 生生拍在他的天灵盖上 可怜的西星剑 连底牌都来不及拿出 竟是血剑当场 滚滚气息四散而出 尽管并未针对台下周围 可依然还是引得所有人心中一跳 一时间 众人下意识气息涌动 他们不知道 端木熙这番突然爆起 生生打死了切磋者 究竟用意何在 莫不是想将众人一网打尽 那未免也太嚣张了些 前唐顿时陷入一片骚乱之中 而唯独其中的数人 在看到端木熙抱起的瞬间 心中顿变 有所猜疑 下一刻 端木熙的动作更是惊诧众人 他直接一声爆喝 竟是席卷其恐怖威压 当场冲下了演武场 目标只指一个端坐于九席之上的神秘男子 几乎同一时间 前唐之上 无数隐藏着的强大气息同时爆起 骤然发难 几乎是同时围攻向那人 一切发生的太快了 几乎是电光火石之间 迅雷不及掩耳之势 所有人都惊呆了 离得近的不少强者 纷纷闪避 甚至有些离得远的 也不由地站起了身 随时准备逃离这城主府 完全不知道 这是怎么回事 怎么好端端的切磋大会 忽然成了端木熙围杀的现场 哄 伴随着一声巨响 周围酒席寝客间炸裂 化为鸡粉 被端木熙盯住的一人 豁然起身 力声大吼 自他的体内 竟也同时爆发出 新魂武神镜第八重楼 巅峰的恐怖气息 只见他疯狂反击 一拳击溃端木熙的突然攻击 再一转身 原地只剩下一抹残硬 惨叫声叠起 远处的陈锋喝下一杯酒 也不由得看向大战的忠心 没想到 遭遇突袭围攻之人 身手如此不凡 这般突袭 不仅迅速反应了过来 避开了端木熙的绝命一击 更是在一瞬间 击杀了围攻的好几人 实力恐怖 一时间竟与端木熙不相上下 前堂内 不少人惊呼连连 陈锋迅速一扫 都是来自苍穹之巅的高手 本章完 第五千一百章 他就是楚平生派来的人 是他 身侧同样传来 钟离云天的惊呼 不等陈锋开口 钟离云天便自行介绍 此人名为江永年 是个苍穹仙徒 这次进入的四个苍穹仙徒之一 便是他 苍穹仙徒 对于陈锋这些试炼仙徒而言 苍穹仙徒也是恐怖的存在 只是不知这端木熙 为何突然袭杀他 就在暴乱发生的瞬间 陈锋等不少人 就纷纷躲入了前堂侧边的帷幕之后 他冷眼旁观着那起意外大战 只见江永年虽被针对围攻 却未曾露出些许巨异 甚至 他看向端木熙的眼神中 也不曾有丝毫敬畏 有的只是不屑 围攻他的族内高手 顿时在他的爆吼声中不断折损 这场切磋大会 算是彻底被搅和了 准备的九席菜肴变成一地狼藉 周围转眼也变得空空荡荡 偶尔有晚了一步之人 当即便被卷入 这场高手与高手之间的熬战之中 下场凄凉 江永年不愧是苍穹仙徒 杀向端木熙手段极多 甚至在一瞬间 挥出一掌 拍飞了端木熙 顿时引得远处如陈锋一般围观的众人 不由地惊叹连连 如此势均力敌的大战 才能算得上精彩 前堂之上 眼看江永年就要反击 周围又出现了一批强者 他们前赴后继 冲着江永年围杀而去 不断有族内守卫死去 却又不断有新的守卫冲杀过去 一时间 这场大战竟是陷入了僵局 端木熙 你就只有这点本事吗 江永年心生不屑 翻手取出一杆长枪 横扫飞若干 心魂武神进第六重楼的守卫 终于 硬生生杀出一条血路 直倒端木熙而去 就在这时 他不屑的脸上 顿入惊容 远处的端木熙 终于露出了冷笑 如你所愿 我端木熙 可不止这点本事 只见江永年脸色煞事变得苍白如纸 张口呕出黑血 他幡然惊醒 刚才的酒有问题 江永年心中又惊又怒 方才 他明明是在看别人喝下之后 才随口喝了一杯 没想到 居然还是着了端木熙的道 此一生 同样震惊整片前膛 远处围观的众人 同样大吃一惊 纷纷手忙脚乱地检查各自的身体 但 古怪的是 除了江永年 其余并未有人中毒 江永年也很快意识到了这一点 如此一来 他的脸色便更加难看了 全场只有他一人中毒 这就意味着 端木熙指 专门针对他一人出手 想到这 他盯着前方的端木熙 惊目不移 为何要如此针对我 你想杀我 此话一出 引来的却是端木熙的冷笑 你装什么装 我什么都知道了 说到这 端木熙更是咬牙切齿 就在你想夺我血脉的时候 就早该想到现在的一切 今日 我就要把你碎尸万段 远处 陈锋盯着江永年的眼神 同样隐晦闪烁 江永年 他低声念着这个名字 心中冷笑连连 旁边 天蚕兽奴留意到陈锋的异常 低声问道 大哥 有什么问题吗? 陈锋向前挪了挪嘴 这就是楚平生委托来杀我的人 他这话说得平静 但包含的信息量却过于惊人 天蚕兽奴一愣 继而大惊 就是他混入我们的队伍之中 导致这次的试炼任务变难的 正是 陈锋远远看着吐血的江永年 像他这种实力的强者 楚平生自是不可能强行委托他来杀陈锋 江永年本身就想 进入这个试炼世界 杀陈锋 不过是顺手而为之罢了 至少 江永年自己是这么想的 来到这个玄武中迁世界 他的真正目的 就是端木熙的神魔血脉 以及神魔大会的那张琴帖 原来 端木熙觉醒的神魔血脉 极为罕见 是上古神魔吞天大惊的血脉 足有六品下等 而这血脉 若是淬炼到极致 便能够化作北海巨鲲的血脉 到时候 一口可吞日月星 莫说同阶无敌 便是跨阶挑战 也能有恐怖的实力 昨夜 崔九熙将这一切告诉给陈锋之前 陈锋就已经在心中隐约有了个计划 在得知这一切后 他的计划就更加明确了 在江永年看来 杀个陈锋 陈锋简直就是小菜一碟 根本不值一提 能借楚瓶生之手 进入这个试炼世界 对付端木熙 夺其血脉 才是重中之重 正因如此 自从进入玄武中迁世界之后 他便一直在为此做准备 反正 在他看来 如果陈锋没抢到邀请函 何须他亲自动手 天道主宰便会抹杀了陈锋 再倘若陈锋运气好 真的抢到了邀请函 那他必然也会来此赴约 到时候 顺手杀了便是 如此算计 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 只是没想到 这番看似完美无缺的准备 还是出了意外 端木熙居然知道了他的目的 不仅如此 还专门针对他 下了毒 杀 又一批守卫杀了上来 这一次 江永年却不复先前意气风发之态 那杯酒水之中 不光有着他的血气难以自控 实力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大减 而冲上来的守卫 却是一个比一个修为更高了 端木熙是有预谋的 他早就准备好了毒酒 计算好了时间 也安排好了人 刚开始安排出场的那几波族内守卫 怕是根本就没有打算能对他造成多少实质性的伤害 不过是为了拖延时间消耗一些实力罢了 眼下 那几个围杀像江永年的 每个都是星魂武神镜第七重楼巅峰的高手 几乎在一瞬间 他们从四面八方拦住了江永年 不仅堵塞他的出路 更是翻手取出形状一模一样的神秘法器 随着各自体内的恐怖力量喷波而出 那些神秘的法器顿时爆发出耀眼的光芒 彼此交相呼应 最终竟是形成了一个诡异杀阵 幽兰的光芒不断在阵中闪烁 目标直指中间被围困的江永年 随着一阵光芒的胡乱扫射 瞬间江永年连连受伤 他大口吐血 精神违密不振 本章完